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这场比赛也算是一个天王山之战 因为现在目前同心狼队和成都AG都在我们整个定位赛的一个投名 那么目前两支战队的三战是一个全胜的战绩 所以这两支战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可谓是强强对决 目前两边都是积分最高的战队 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现在两边重心狼队和AG都是9分 所以目前两边在第一周的比赛看起来是打得比较轻松的 那么今天也是他们本周的最后一场对决了 我觉得在这么两个比较强健的对手去碰一通 也是很好的为第二周来去提前做一些复盘和训练了 是的 成都AG的实力 各位只要近期看了比赛也都知道 他们的水平至少在四皇水平是有的 而且已经先翻过深圳DYG了 今天碰到排名依旧是第一名的重庆狼队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惊喜呢 我非常期待 那成都AG近期我觉得尝试的点 我有看到他们的一个比赛 我觉得更多是唐将和软蒂两位狙击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第一个唐老师就是像正面钢枪的一个狙击手 而软蒂更像是一个兜底残局的狙击手 没错 我觉得尤其是唐老师在他们的首次揭幕战的时候 当时那场比赛我觉得非常的惊艳 尤其是对于唐将个人来说的话 也会让大家觉得唐老师这个转狙击手的这个能力 还有个人的这个爆发力也是非常强的 是的 这就让我们不禁遐想今天的看点之一 那就是安仔对军的唐将了 因为这两名选手都是刚刚转到狙击手 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叛律 也是今天的一大看点 是的 好的 马上来到今天双方的夺命双雄 先来关注一下 那么开头首先由依稀拿到了首杀 这个就是成都AG的一个小上盘吗 他们solo就是2比2选择上的是两位 相对新的选手就是那种小将 攻击力非常强的那种选手 个人实力很强 是的 而且这场比赛 我们之前还会有点担心说 云坚上场会不会不太熟练 但你会发现他已经慢慢随着 这三场比赛变得越来越游刃有余了 先来看一下这把安仔 也是找到了一个云坚很好的侧身位 直接偷掉了他 那顺势将自己的人数占成了一个优势 这个时候得得喊队友了 因为安仔现在手上是个残血 必须喊凤年去测一补枪才行 没错 凤年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一席的侧面 将一打击 还是很凶的 现在换到了第三局 第三局也是换了一把武器 是S36 也是一把中远距离的机枪 可能还是以架枪为主吧 哦 桶子直接炸掉了安仔 也是预判的一炮 现在在逼凤年的一个走位 要考虑一下凤年 也想以其人之道环制比身 先来看一下这波能不能成功 哎呀 有点可惜了 刚刚那一个桶子 其实有些危险啊 对于对方来说 太点就炸到了 还是比较惊险的一步操作 那么程度AZ也是率先拿到了 自己的两分 其实这场比赛对于AZ 还是蛮关键的 如果能够去打破狼队的 不败神话 那么继续保持自己的连胜战绩 那相信对于重度AZ来讲 也可能是本赛季一个 非常大的黑马了 是的 肯定是要去抢图值 优先选择权的嘛 而且对于打过世纪赛的狼队 就是绝对不是他们的攻击 安仔 哎呦 差点也被打掉了 还好是炸了一个残血 炸了一个边缘没致死 但是安仔这个角落 已经是发现了 对方在爬集装箱了 所以说早就有预苗 而E7这个位置刚刚被闪 闪出来过 虽说是满血 但是对方是有两个枪线的 看狼队怎么去选择了 目前选择的方式是球稳 两边各站一路 然后各有眼底 对 我觉得这个方式 也是最稳妥的嘛 没有必要我两个人 全部都守在一边 先来看一下E7的一个角度 先收掉了安仔 那么对于他来讲 胜利就在眼前 选量虽说是劣势 但是这个solo不好说的 谁先招到谁的参名 就是一桌子秒的事情 嗯 两边其实的位置 是比较默认的 都在点树内非常漂亮 高大低 那么最终还是由 一战二拿到了双杀 并且成功为自己 优先获得了选途和选边权 聪明啊 最后的一波洗一洗 或者说自己的一个 小思路换位 是把凤年完全给阴到了 凤年根本没有想到 你是从上面这个角度 去打造他的 嗯 他很聪明 他首先是发现了 凤年那个位置嘛 然后其次他依据上面 自己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优势 然后直接是爬到了 一个箱子上 是 你看凤年也很崩溃啊 要瘫倒在电竞椅上了 当时我记得是 E7他的一个操作 他其实血量低一点 是不占优 并且他用的一个技巧 都是非常实用的 第一点就是 血量不占优的情况下 他疯狂去打几天枪 看看能不能先打到凤年 然后致死 没有的情况下 他就换一个位置去打 而且这个位置 并不是从两边去打 更多是从一个 非常多位为 集装箱上去制裁的 是的 也算是利用了一个 集装箱上的一个 优势的位置和枪线角度嘛 那当然我觉得 他当时也是 优先打掉了安仔 并且是制霸了一下 在整个人数上的一个劣势 好了 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 重庆狼队的五名首发队员 以及成都AG的五名首发队员 其实这个赛季来讲 大家会对于成都AG 他们的一个期待值会高一些 因为有望吧 我自己认为他有望 已经是成为三皇了 新三皇 是的 因为他已经目前干掉 身上DYG了嘛 而且加上他的积分 至少是排第三名的一个战绩 然后到底能不能挑战 像重庆狼队 以及秦九这样的一个队伍 还要看今天的一个比赛了 对的 那么像成都AG这里 段辰 唐将 软地这三位呢 作证 我觉得对于整个成都AG来讲 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军心吧 而且同时呢 再加上有云坚这样的 比较新人选手呢 也会给AG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 和一种另外的一种打法 所以还是对于成都AG很有力的 是的 再来看一下两边的民进选手 数据对比 安仔对战到唐将 也是我们看前说的 两大看点之一 那么从数据上 安仔肯定还是能压制唐将一些的 但是唐将这边的数据也很漂亮 基本都是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有三个第二 战层比也好 MVP次数也好 还是这个场上的三杀次数 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一些数据 那么重庆狼队的安仔不用多说 还是大魔王一样的存在 现在目前在整个SUDY的战场当中 有点无人能敌 但是对于唐将来讲 我觉得这个赛季 他的首锈 首先是让人非常的亮眼 他从前点去转了一个狙击 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了 并且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自己的打法 然后包括在对于战术地图的一些理解上面 还是很有自己的一个思路的 是的 特别像是唐老师 唐老师他 我其实有遐想过软地他去转局 因为他最早就是打局的嘛 而且也是非常强力的局一手 没有想到唐将他作为一个前点指挥 他现在也是担任一个主局去打的 对的 非常厉害 但是他们去把 初音师这样图的时候 唐老师正是到最后的时候 拿到了4.5的一个KD 也能够足以体现出来 他个人的一个价值和个人能力了 是的 最晚热点伤害榜第一 伤害榜 它就是流离之在KD 或者说Ranting之外的一个数据了 非常强力 激情也是连杀榜在热点的一个第一 是S3赛季 整体来讲我觉得重庆狼队 在可能比赛开赛之前 大家会有所担心 因为毕竟团队的大脑 就是King 赞先的离队 所以可能对于他们来讲 是一个疑问 但是经过了这三场比赛以后 大家好像觉得说 重庆狼队到底还是他 是的 实力底蕴都在的 赞成也是最强单兵 进气的表现也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成都A季 我们可能目前能记住的 还是像唐老师的一个狙击 和软体的狙击 非常亮眼 对的 我觉得现在重度A季 因为唐老师 他从脱手去转了狙击 可能对于A季来讲的前面 是需要再继续加强的一个位置 那当然了 我觉得像云坚的一个加入 可能他们作为一个新人选手 也会有自己更多的一些展现 而且通过这几场比赛 能感受到 他融入战场 和快速学习的能力 是非常快的 是的 云坚虽说 在整个游戏的时长等等 他这并不算是个新选手 但是也是首次加入大师赛 没多久 上鼓励没多久 其实表现得非常好 不能说是稳定了 可以说是比较亮眼的一个选手了 而且我觉得他没有说 好像来到这个场子 因为毕竟大师赛 就其他选手可能已经 征战了几个赛季嘛 他作为新的面孔 出现在这个场子 我觉得没有很说有窃场 或者说好像不太敢打 对的 这种我觉得这是对于选手来讲 还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咱来看一下两边的班图 而A7这边的BP是有些变化了 像之前对军到死亡队伍的时候 他在爆破模式的班学 一般都是班掉山井别墅 但这次对军到狼队 可能也是有点顾及对方 发射基地是重新练了一下 在班位上的时候 稍微去换掉了一手 那么之前经常很喜欢 搬到的山井 反而是更改了一下 他的优先级 而重新狼队这里 还是依旧把枪火和 森林一技搬掉 那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的控制 也会搬一手十字路口 是 昨天对阵到 虽然DIG 他们也是搬了枪火 但是我没有想到 为什么后面是把搬枪火 他们枪火不是甚至 能跟勤九打得五五开吗 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 也可能跟勤九的那场比赛 当时他们是没有赢下 对 然后应该也是暴露了 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 所以暂时地想练一手 对 暂时地可能这样 偷偷想练一下 现在还没有完全完善 先搬掉它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固执 都有可能吧 对 那么其实可以再简单地 来回顾一下 那么刚才程度AZ这里 班位上面是选择 也搬掉了发射残破街区核军械库 其实如果回顾这两支战队的一个班位来讲 可以说一张星图都没有搬 对的 它爆破可以选出黑花 它的热力可以选出攻击训练场 对的 它的控制甚至会选出海军小镇 都是非常有机会和可控制 下来听一下他们的赛前语音 是的 我们还在进房 应该爆的是类似于房间号的 我拉你们 不说脏话咋聊天 说得好啊 呃 呃 给云坚踢了行不行 呃 方主给云坚踢一下 他自己踢 哈哈哈哈哈哈 懂事啊 这真懂事啊 真懂事 哈哈哈哈 真给云坚踢了 哈哈哈 嗯 然后那个断车手 困 兄弟们咱们今天你们想欺负谁 说直接说 嗯 嗯 他们的战术安排 嗯 都是想欺负谁 想欺负谁要说一下 制定的 欺负一下碎碗吧 今天 欺负欺负A吧 A很好的 还欺负A呢 别把干A的 我这个对A你没兴趣了 又把干A 那你去B架一枪 花坛吧 好的 我这就来 心情自己玩 OK 不用不用叫 我给他雷 我们双军 不会真是 山井别墅吧 花坛 我觉得一下子CPU快感觉烧了 花坛是哪 好多地图感觉都有花坛 我特意有问了一下 就卡蜜你说到了那个特训吗 嗯 对他们的当时朗队不是说什么特训怎么怎么样 我当时问安仔 我说你们那个特训是什么呀 然后这个特训具体内容是什么 安仔说这个可得保密 好 所以应该是狼队内部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加强的训练的 独特的训练方式 或者说针对的训练方式 这个确实是奇迹 而且它不是训练它叫特训 特别的训练或特殊 确实 反正是根据针对某一方面或者某一张地图会去操办的 这个确实是机密 这个算是他们的行业机密了 不能告诉我们 是 挺好的 感觉现在两边都充满了斗志 而AG这里呢 我觉得现在他们有一个比较不同的是 因为AG现在处在一个还没有教练嘛 或者说是段辰担当了教练的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AG他的比如说像中间的一些 比如说我叫暂停啊 或者说在中场的时候 教练是可以有很快速的复盘的 所以对于段辰来讲 他的个人考验能力也是要求比较高的 你这么一说也是 加上他们本身就是勤九的元老嘛 三个大将过去 还真不是一般教练能教得动的 他们自己已经是征战多年的选手了 有自己的一个打算了 包括你看唐老师当过这个不能说教练嘛 你知道更多的指挥 现在段辰也是当指挥的 那都有自己的想法 是的 所以这个对于穷多AG来讲 有利有弊嘛 利是他能够更快速的 跟自己的队友去交流 那可能弊一点 就是对于段辰的个人来说 他无法用很上帝 或者说很第三方的视角 去看全局比赛 对 而且我看了刚刚那场 身人DYC的一个比赛 我在他们场中聊天 或者说暂停的时间 我学到了挺多 因为我觉得 现在一个成熟的队伍 他们并不是通过一个指挥 到两个指挥 去布置整个战术 它不是这样的 你像身人DYC 一般都是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想法 苏诺有自己的想法 陆山人有自己的想法 都会去跟队友去诉说 包括你刚刚像 同性狼队安娜也说 你们想欺负谁 我们就去执行你的一个打法 去欺负某个人 其实现在是更多 更多要去听一下 队友的一个意见 而不是一两个人 去指挥所有 对的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结合 每个队伍的风格特色 来去决定 因为可能有一些队伍 它更适合 还是以一人为主导 然后其他几个人 去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可能有一些战队 比如大家的选手的经验 都非常的好 然后可能也有不同战队的 一些这种战术打法的技巧 带过到这个战队 那它就可以去分别的融入一下 是的 因为如果每个人 有自己的主见的话 有自己的想法的话 那它打的 其实也会比较大胆一些 是 就会像重新狼队一样 顶着会比较凶 哦 突尼斯 这是成都A技的一个选途 A技选择到了突尼斯 我觉得也是意料之中 因为A技其实一直以来 他们在突尼斯这张地图的 一个胜率都是不错的 对 并且重庆狼队 不能说它现在胜率低 但是它这几场 好像每个比武 都会打到突尼斯这张地图 所以说成都A技绝对是会有一个 独特复盘过的 正面的一个打法 包括它们会不会顶九角 会不会B点前点这样的一个思路 都会有针对 尤其是重庆 A技当时 他们在对战DYG的时候 突尼斯这样图 包括唐老师 他的个人能力 刚刚我们也聊到了 狙击啊 然后包括他的一个KD 其实也是打得很好 试试试试 当时应该是一个7比1 巨大的一个分叉 这个攻守互换的 对 我看的就是那一场突尼斯 我感觉唐老师 中路风力门回房 把抽一个 然后对方敢进这个A点 他就过点绝对会抽一个 然后就是软低的残局 是的 这个图确实是比较依靠唐老师 以及软低的狙击 一直发挥的 对的 包括断尘的一个收尾 和残局的一个处理吧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 除冬A记在对战 除军狼队今天上来选择突尼斯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手牌 是的 来了看一下防守方 目前是全都A记 而进攻方是重庆狼队 过点就抽了 这就是唐将和软低 各抽一个 哦 酷啊 这开头就有点点 对除军狼队说怎么回事 怎么两个兄弟就掉了 出事不利了 对 这两哥们直接解放贴信了 他本身就是一个狙击手的底子 之前被迫无奈去打什么一号位 什么指挥 就该打狙 就是说前期之前打了这么多 都是为了角色 都是为了队伍是吧 现在才是做自己 只是玩笑吧 不过他确实现在狙击 这么出色的很怪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转狙击手的 这个速度啊 或者说他这个适应能力真的很快 但是我知道 因为唐老师他其实在背后 还是付出了很多嘛 然后也一直在加强训练什么的 像唐老师软递 他们和一般的职业选手 训练的方式不同 像一般的选手都可能 可能更多去打热点 去提高或者在热点拼战水平 但是我看唐老师他们直播 都是去打爆破的 三排五排去打 其实选手打爆破的这个 可能性很少啊 一般都是在热点能碰到他们 对看说话之间啊 已经是直接把臂点下好包 而对于这个成都A记来讲 他们也是很聪明 选择了一个方法嘛 二三分踩 那么直接做回防 先来看一下软递的这一波 近距离被翠婉带走一换一 所以达翠婉也并不能接住第二个 一席已经知道他的位置了 那现在只有安踩了一打四 第一枪打一个酒吧 没有第二枪的机会了 直接被一席带走 那第一分成都A记拿得非常轻松啊 也是得得利于这里的软递和糖酱 是的开头的时候还是在中路上 你这么飞吗 应该不飞了不飞了呀 我去我去贴吧一大前点 好的长官 OKOK B点长官一人足足以 哎 长官一人足以 长官是谁啊 哈哈 我想知道长官是谁 一会有机会可以问一问 好像是五号位呀 五号位是唐老师呀 长官有新的代号称呼了吗 新的称呼 嗯 长官 唐长官 但是这边狼队也是集结了两个人 直接要去打中路 云间站位比较大胆 达掉第一个 脸是立马被皮带给补掉 那这时候接连一席到场 再去补掉第二个 啊 他们对于这个位置的想法 还是就是说我一定要站住去卡人呢 是看下唐老师收点子不子气 哎他没有看到右边的皮带 但是这一枪还是在那反应过来了 这一波算是神经枪了吧 唐老师新进居神的称号 已经要移交给你了 你看看软帝 这边又对位击杀掉了凤年 也知道九角有人 九角的这个位置很危险 反正软帝就已经早已经描好了九角位 对 你来不来吧 也大概知道你就是在九角或者说A大的位置了 对的 但是段成好像打算帮队友先去看A大 然后 哦没有他和软帝是选择一个对角枪线 一个先九角一个看A大 至少不会有失误 现在又只剩安仔一个人了 一打三 这个位置 现在先把自己的包奸 的同时 最终还是被软离 看无需发说 做到了 我们做到了 我还想去做长官 我们做到了 你自己去吧 我们去去B 去B B店准备接了 好的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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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那种看那个兔子警官 好的长官 反正在座的各位都是唐老师的士兵 好的长官 对 唐老师开始复制战术了 证明云杰发现不对劲 软机先掉了 所以说他自己最多补一个是亏的 要往后撤一撤 拉开战线 看看能不能使到队友来帮忙 但没办法 皮蛋直接一路追到他的VIP位置 断辰这里也直接收掉 可以看到又是换掉的人 其实像一换一换的话 对于程度A技并不 并不转了 至少这波打的还是比较聪明的 知道硬刚是不行的 尽可能的往后拉 但没想到对方追的那么的快 来看一下这波二打四的残局 唐将和断辰 断辰在对方的A大后点 但已经有人在架了 看奉年这一局 真正好好打到了 断辰的妖物 至死的 然后就是唐将了 怎么办呢 多杀几个吧 对 说一说KB好了 17秒钟时间 也没有时间让他 继续往后挂了 最终 西行依靠一个头皮位 打掉了唐将 中路 反正尽量别死 准备来干A 你中路和B点吃好信息 准备来干A 我们西行吃好信息 假如A人多的话 咱们再走 认真了呀 狼队发现 这不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软柿子 捏不了啊 本来还想说想欺负谁呢 现在谁都欺负不了了 这是 而且现在甚至是要 在前期的时候 足够要把信息全部吃掉 才能再去做他们 接下来的一个小法 最强单兵倒下了 现在 目前最强的战力 还是皮蛋 他在丹默的胜率 是非常高的 1于1的胜率 高达7%到80 他对这个个人的迅速的反应能力 也确实是很快 现在看一下 整体的节奏打得非常的慢 前期的这个信息 也一定要足够的收集 依稀 下棋 等人 不着急 最终还是要假一点的 而 中路的陈队基的选手 也是有一种想法 直接从中路 反偷一大 但有人在看屁股 又是皮蛋 他并没有执着地 他往这个B包点往前抵 更多是帮队友看住一个后路 心情这里反应非常迅速 默认这个黄包位置 直接秒收 再去迅速下包 一套动作 行云流水 接着吧 接着来吧 接着来吧 准备我还 接着来接着来 哎 我算了 我给B前点了 他们B打白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重建狼队的一个能力 可能开头的两局A 好像有点被重队A技的战术 然后各种能力打下来了 但是重建狼队 能够马上去做调整和反应过来 他目前调整的方案就是 不去跟你去对居了 靠皮蛋或者说其他一些 单摸的选手去打开脱落口 是 两分 我记得这两分好像都是靠皮蛋 他们先打开这个 脱落口 对的 也是皮蛋 但是仔细 云坚来了一个飞鱼苗位 应该是能先收掉皮蛋 没错 然后再打掉 漂亮啊 云坚这里也是 直接先打掉 以一打二 而且同样一个位置 刚才也没有补掉 有点可惜 作战意识非常的强烈 他立马给了个闪 自保自己 在第二时间回来 看一眼中路有两个人 跟队友抱一下 赶紧跑 确定对方 将近三个人都在中路了 那看看A技的一个决策 是如何做的 哇 断成什么时候啊 看到云坚在这下点 也是没有任何的感情 直接打掉 是的 这个时候再有感情可就不对了 我以为他会放长线 钓大鱼 再看看有没有其他人 这个意思 他就无形看到就这秒了 如果是跟那种转角 可能一个人出来 还能再放放长线 那 这刚才的那个 苏林应该是看到 就赶紧收了 并且对方是安宰吧 不能给他任何 还手的余地 这不拒绝一下 是不是 确实 有点难 而这边断成 没有逃掉 C晚的一个追杀 在这中有一息 补夹成功 漂亮 这不断成从哪里 去顶进去的呀 都没有看到 然后你们有点不留 也是笨蛋 怎么会出现在狼队的中路 别笑了 别笑了 笨蛋 CAC 别笑了笨蛋 这听起来好像 有点可爱 就像说别笑了宝贝一样 有点温柔 这个长官是温柔的 宠溺是吧 皮蛋怎么办呢 265 265和安宰的一个GG 各有斩获 皮蛋在封力门的一个双杀 基本是奠定了这波A点的胜局 是的 换得好快 人数现在变成了一个二打一 西琴 收掉了人以后直接下包 但是唐老师 腔还是老的辣呀 收掉了皮蛋 现在是EV1 我好在是西琴提前 把自己的包下好了 从被动化为主动 先看一下这波怎么操作 唐老师残局 一颗雷先炸一下正常的包点位置 但是并没有所收获 要看一下ID 凤年的G肯定是在的 而GG的位置 第一可能性就是在A大 其次就是西琴的位置 要去排一排 先拿起短线 预判一下西琴 再双口 看能不能立马解决 没办法了 他第一时间被西琴给缓了 并没有打开击杀 导致冯年比枪成 我办法抽我呀 我去B点抽一枪 我自己给 我自己给自己防爆了 我知道 OK 来 最正确的选择 万一西琴当时决定 跟他一打一去对枪 万一死了 那凤杰很有可能补不上 必须先打的呀 晃他 是的 对的 刚看出来从前队的队内 按在说 被晃的我 对 被西琴晃得 左打一下 右打一下 对的 很高级 3米3 这个比分非常的 就是属于大家 就是追来追去的 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丝 可能谁有优势的空间 云坚好强啊 他一个人守的中路 你没有发现 并且他守得非常活络 他每次的位置都不一样 并且他一个人守 竟然敢走到静点去吃信息 一般的选手 早就走到风铃门 某个角落去等你来了 那云坚不一样啊 所以说他这个 被静点雷给炸死了 但是你看他上一把的时候 他就是 通过自己一个人去吃信息 并且很好地抓到 两个人的一个击杀位嘛 是 目前软蒂好像有点小小的 Diff掉了赴年 看到两个镜头 都是软蒂单杀赴年了 而断城 看到云坚掉了之后 立马补齐中路 同时这个消息 不知道狼狈知道 并且空了 藤老师 没有空枪的呀 散无自发 直接双杀套手 哇 都受到 我知道前景 OK 好快啊 他的这个 他前景我直接带傻了 我不带演 不是 你不听掌握的话 感觉现在的狙击位 才是他的天命位置 是的 他现在不指挥了 你知道吧 他指挥全角可以断神了 对 然后他自己就可以慢慢去玩 有自己的想法 又能拘人 反而像以前 战阶一般很好的断城 自从转到指挥位 击杀就会少一些了 没有办法嘛 毕竟他还是要去库拳大局 要考虑的更多 先来看一下这波一斤 能下几个棋 很可惜差点就一穿二了 很实际 你看这云坚 凶不凶 他一个人断城甚至都没有补上枪 他一个人冲过去 把你家咖啡尼克皮蛋给揍了 是的 个人实力 这两位带引号的新人 不容小觑 嗯 现在变成了三打三 碎碗这里也是被炸了一个残血 先来看一下这波 直接收到A大 云坚 我真的猛啊 他直接带着冲 配合断城 各有一斩获 中年现在有一把副极的转剑 第一时间来到了公立门 有一枪的机会 对方不知道他的位置 还有一分钟 其实不用着急的 福年 对方也没有漏 哎 一个啊 也知道中间肯定有人 没错 哎可惜 两个人补枪太快 是的 5比3 攻守互换 我觉得这个分数是可以的啊 而且对于同队A记来讲 他们是拿5分的那一方嘛 那今天去对战同庆老队 这么强劲的一个队伍 在开头能够先拿2分 然后马上迅速被 成天狼队反映过来以后 他们又做了一个调整 你能够体现出来 他无论是他们老将 还是说相对啊 要新人的面孔 都是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发挥 嗯 嗯 现在成天狼队的前年两位小将啊 非常敢于去跟对方去打 对 对吧 各种近年一踩就给你去拼子刀 怎么说都给你换一个半 其实是能给到狼队前年一些压力的 打得没有那么轻松了 加上后顶的狙击 真的要去对到软臂和糖将 就算是凤击很安宅 他的胜率也不会高于60% 是 其实是有压力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是要结合自己擅长的 或者说对方更擅长的 要逼起锋芒的来去打 就有点像就是田击赛马吧 是的 以前成天狼队在前几个赛季 他就特别讨厌带有杨一和猫奇的 成都A技 他们对这支队伍就有点难缠 觉得很难打 那现在换了人之后啊 这支成都A技依然是 成都A技依然是成天狼队的一个梦魇 嗯 有点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企业文化 依旧也传承和延续着 先来看一下这波一期 直接很勇猛啊 带头冲锋 但是很可惜被人换掉 现在一打三 对 你看这凶不凶吗 这个前点啊 虽说是新人 但是打得很赶 瞬间就是将A点移为平地 就是5号位的布年 还在B点防守 只能绕后 1号后的这波 情细路线绝对是会被断的 应该3号位 软地 早有埋伏 早有埋伏了 来了 看看这个反应能不能及时的打到 三把局 诶 都点了 这不是换一手枪 没有接手枪 导致被布年给反杀掉了 挥之暴露 二打一 一人一枪 一枪九八 将唐老师将一枪 长官 解决掉 我这个不是儒了 闭嘴闭嘴 长官要上第二把指令了 开局慢打渡恒了 我去逼到了长官 帮我来加个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这个队 特别的喜感啊 啊 凤维非常欢乐 就是说长官要上第二把指令了 他不是说闭嘴听我说 这种比较严格严厉严肃的 他反而是 听我听长官指挥 长官要布置咯 你们听好 打不好 长官可要惩罚你咯 昨年好像B点 听到了一些小小的风声 立马来到后点 至少高台 不能让他对面抢的那么轻松 你必须掉一个 你再抢过来 对的 而其实对于成多A界来说 也只是个慢打默认 包还没有减 嗯 狼队的三个人啊 直接就守在A大 看起来成多A界 是很难破掉这个局 我他们现在的一个想法 依旧是考虑看看 能不能先收掉一人 再找机会 谁也不漏 看看云谦 看看自己 嗯 也在抓贪命 万一对方这个时候露了一眼 是的 就不能像刚刚那样 贸然冲进A大啊 刚可能冲进去一看 四周全是狼队的人 是 还是有配合的 他喊了云谦帮他看静点 因为这时候 狙击就怕静点 一个人划船划出来 对 他绝对是反应不过来的 那今天有云谦的保安 这个保镖 他还是比较放心的 嗯 剪包了 时间有点不够了 再打就打得有点太慢了 30秒钟 剪包 那狼队只能会选择赌点 23开 中国也不看人 是的 依稀回头 把包剪好以后 选择直接五个人抱团 往壁走了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确实是比较少 凤年 描好了位置 看到人头 错失良机 但是先被对方给劈克掉了 而高点的重新狼队选手 好像并没有守住啊 依稀是打掉了碎碗 也知道凤年在高台 哎 是安仔 又从那儿降 这位置我好像见过 但是这波他成功了 事情也非常漂亮 补掉了一些 那么一瞬之间 安仔的一个四连杀 最终成就了重新狼队的这个胜利 这波操作已经看了好多遍了 每次打的都很精彩 对的 我跟你说 注意点 真的算是 整救了这一局 行行行行 要不去解救藏个人 你 你 你 风铃门口 待会儿可以藏一个人去 然后 6比4 我觉得可能重新狼A技 还是不太适合说 我前期 过于细 然后导致最后 后期的时间比较少 20多秒的时候 可能给到他们自己 也是比较被动 嗯 觉得他们前面默契真的太久了 也没有什么信息和击杀 上来 唐老师想去作为进攻方的一个主动狙击手 去打凤年 他并没有碰过 下点还是非常稳的 那这一波 没有了长官 长官指挥起来 应该会更加轻松了呀 哎 你别说好像可能是段辰和唐将 两个人的双指挥啊 每个人有想法就会说出来 对的 现在看一下这波凤年安仔 个人秀 直接拿到了三个人头 那现在又是变成了一个依稀 慢慢摸 怎么办 这个包看来 也是没有办法去拿了 嗯 简局 一打四 一分钟 难度非常高啊 包 甚至都没有捡 杀人吧 捡包打四 还要捡吗 捡包他就会被听到 他就知道 他的位置是在自己家里了 一般这个时候 对方也没有见第二包 一定在家里的 确定位置 应该是要开启火车了 来了 B点动起来 小火车开起来 一路 一路 往前跑 还在收点 伊西根本不知道后面有四个恶魔 正在跟踪着他 是的 尹西打得很仔细啊 每个点都要排查一下 但是殊不知他的危险是在他的后方 来了来了正面 哎还不错 有包的硬眼铁 可惜了 最终切局是没有开出这一枪 开出这一枪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因为安仔是手枪下过来 给我送这球要麦的 得你们两人了 估计得你们两人了 他知道我去不在A了 这个四人组开火车 真的太狠了 路过的狗估计都要挨两把掌 狗说 我有什么错 狗呗 狗也很 很迷茫 是的 很迷茫 来了 这一波打A的动作 好像让重庆狼队体预判到了 他是选择了三个A防守 一个人看风利门 而风利门这名选手 他急着补防会非常快的 先加一下 看一下软地的突破 是的 现在整个重庆狼队 通过这连续的两把追分 他们打的就是更加自行 现在看一下软地的这波操作 漂亮 直接双举两个 还有第三个机会 而且他知道敌战都有人了 队友绝对会被他捕的 漂亮 云间从举角飞了下来 直接补掉这边手 非常好 这波配合和骑行 再杀一个 现在是五打一 空间的位置已经确定 刚刚是打到了的 追起来 开起来 没问题 这把云间是狂反三杀 OKOK 不愧是我的士兵兄弟啊 Wonderful 我只能说 兄弟我们A的 中路接他一波吧 他没人我们就提 我要笑死 他说不愧是我的士兵兄弟 就是现在没法 最期待的就是听一下 程度AG的对内语音 对他们的宋伟 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观众和解说 都能感受到啊 对的 来了 这一波是从中路开始打的 一个人三号围在下枪 两个人强起中路 并且B点断城 三人突破掉了凤年 那可以夹壁了呀 不用犹豫了 对直接夹壁点 对机会来了 而且三号位大方选手 也是第一时间往B点跑的 这个包一下 狼队的回防 有点打乱了 正常狼队的方选手 紧夹来的 但是这波紧夹的安仔 也被断城给打掉 还有依稀 还有依稀 先来看一下依稀这波操作 很显然 很可惜啊 被带走 年轻 只能说年轻 正面安仔已经掉了 其实从后路来的 可能性很大的 他 你怎么为什么 会拿着拳道跑呢 而且是非常的快速 毫不犹豫 现在看一下这波 心情和税婉 是 税婉 和心情的一个配合 心情先掉 心情先掉 心情不掉云间 但现在 诶 什么情况 皮蛋怎么中 狗东的位置杀了出来 现在是一打一 皮蛋生生的 将刚刚人数的劣势扳回了一个平手 先来看一下一位一 我对于他来讲时间不够了 十秒钟怎么办 拆包 拆包 直拆 直拆断成 去了呀断成 断成这个残局 太秀了 他就笃定皮蛋不会真拆 他压根漏的不漏 我包都不带清的 就赌你来抓我 如果那个时候皮蛋敢真拆 他就已经拆掉了 是的 这个时候就有点心理战了 但是你要说这种老健的经验啊 在那种短时间 他就是有自己的一个顺时的思考和一个判断 是的很准确 目前看到皮蛋也是长输一口气啊 应该是会迎来第一个暂停时间了 现在要等这个暂停的读条出现 两边才能开始说话 重庆狼队叫了战术暂停 就得加量 而且叫的有点晚 你们要不就要买一个人之后 你们把A给放 买一个人之后把A放了 然后去接他综合B知道吧 可以 然后让安仔 A大赚到近 你现在A大不好解决 因为现在他A大接局称了之后 后面有保镖 那如果说他把安仔蹭了 或者把皮蛋蹭了的话 你们俩只能做到还换E 你们还不如直接把送完前期A的作用 做完之后去堵综合 综合B 双中双B 这么去手 然后九角换人头 可以吧 然后他一到打到A里面的话 重复你们看这边 再抽一枪九角飞的破点 飘了人头之后 人头优势一多 然后从屁股开 他开屁股断屁股应该是断层 看到吧 然后 你们A B点呢 你要记得糖尺的节奏是一快一慢的 知道吧 那快一把会慢一把 然后这个习惯跟他慢慢打 那打了加持 打了加持之后 后面进攻方的话 你们可以提中的稍微快一点 OK 我觉得这个战术可行 他们其实就发现正面接不住 他们打算赌防了 A点只埋一个人 但反而是这个战术 狼队他的九角 其实在前两个编舞当中 是有漏过的 所以说我觉得成都A 应该是有提防九角的一波 埋点或者说 但是狼队好像也没这么打 他怎么顶A大了呢 他跟刷子 A点埋一个 然后其他人去逼呢 而且现在其实这一波的操作上面 还是让他损失到了皮蛋的这名大将 四个人直接过来了 要做一波集结 可以看到这波非常的快 安在能够守得住 被包夹了 哇 最晚直接是双连杀 再结合着凤年 先来看一下1v1了 短辰打凤年 最强单兵 他成都了 让我们恭喜成都A技 在对这如此强劲的重庆狼队的时候 还是能够立抗压力 先下一场拿起来 他们的第一分 对 而且从防守角度 和精通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一局 对成都A技 甚至说没有什么难点 战术上有影点 而且个人实力也是完全不虚 现在的重庆狼队 说实话 他们是 更 这个 厉害的是他还用掉了重庆狼队的 一分钟的战术暂停 是的 那从这张地图的一个讲法来说 我觉得狼队要是好好想想 是否轻敌 或者说是否有更多的战术 去执行出来 我觉得今天这把比赛 就不会是强强对决 成都A技在对阵 同层狼队 目前这两支战队 无论是在我们的低分榜 都算是一个投名 而且他们在这三场比赛当中 都是未尝一败 也是一个三连胜的一个战绩 最近在今天的这种高手过招当中 首先是成都A技在开头为自己 获得了一个选中选拳 那么他们就很好的拿出了自己 比较强 是打得很好的投名师 来去制衡狼队 但你也确实能看出来 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还是无论是战术 还是包括他们每个人的 自己的位置上 打得得心一种 对 打得有点像 当年的CGYC的 就每个人的想法 像云坚 对吧 他中路敢于去匹克 敢于去拿信息 并且他的中路没有白给过一次 基本都是有跟队友补强 或者说自己先击杀一个人的 对 这点是我第一点觉得 这个选手非常不错的 第二点就是 藏匠和软地 遇到对方 这个世界级的狙击手 依然是不切场 依然是可以击杀对方的 就是说 在两边的一个队位成功情况下 好像成都A技的狙击手 会更胜于手一样 而且包括你看到 他们在残局上的一些处理 包括心理上博弈的时候 成都A技因为也是经验丰富 所以可能他们也更擅长于 在残局上面的一些 心理和经验上的一个把握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团队数据 那么在击杀上面 包括在整个的KD上面 也会更高一些 是的 今天成都A技和同学长队 五个人 十个人加起来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 更多的就是 每个人的状态有点不一样吧 加上从战术配合 可以看得出成都A技的战术 或者说对那气氛 会更好一点 是的 疯狂地 就是他们在对那一些 什么士兵长官 让我们听得也觉得很有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选手的一个个人数据情况 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 成都A技这里像段成 是拿到了16个击杀 以及云坚也是拿到了14个击杀 对 整体 我觉得成都A技的 今天五个人的状态 都是在线的 对的 特别像是段成 虽说他现在有一些指挥的位置 但是可以看到 今天有两到三个残局 都是由段成他打出来的 像刚刚最后单挑复年 也是他打赢的 我觉得他们拿关键分的 这个作用是很大的 对的 而成全港队这里 五个人我觉得今天状态也很好 而且他们的实力都比较相当 西勤 皮蛋和安仔 都是拿到了10个击杀 包括西网和后年也都差不多 对 而且这一次 成都A技练的点 他们是把重新狼队的安仔给押住了 你知道 安仔其实 像遇到琴球 遇到圣诞第二季 都没有押住到过安仔 安仔基本上就是 出过去杀两三个人 但这一次遇到成都A技 我印象里 好像只有一把安仔有个三杀 四杀 对 就是从B点 从天而降的一波 回来的 其他的印象里就 打得中规中矩了 被押住住了 我觉得这也是成都A技 很聪明的点 就是他们很擅长 利用自己选手的 每个人的优势 每个人的特色 然后打出一波奇效 好了 我们先来 关注一下 这把的MVP 也是给到了成都A技的段成 拿到了1.62的战斗评分 有16个击杀 单回合的最高击杀 是四杀 这也是他本赛季的 第三次MVP 我觉得这个赛季 对于成都A技 刚刚我们也说 有望成为新三皇 但目前如果今天 在虫敌狼 对他们的这第一场 对决当中 我觉得已经能够 足以体现出来 他们的一个价值所在了 得看一下他们的热点 因为往往挂过墙的队伍 他热点都是有一些 小小的问题的 看一下他到底能不能成为 前二 前三的一个战队 就要看他的热点如何了 好了 也是废话不多说 赶紧看一下前往的highlight吧 哦 他再上去 我出发了 我们在南丹 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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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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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再玩游戏了 你要被爪锅喷了 我先丢烟 你就闪 烟给 我的闪没了 准备打准备打 准备打 准备打 准备掉 准备掉 准备我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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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备其承 拉出来 牢嫂 拉出来 垃出来 脸上 張官有没有做到 张官有没有做到 最后一波指令 她不得用 她仅学会贴近一点 姊 miejsc 我今天想拍他吧 兄弟 好的 欢迎回来 听到他们对内的语音 就是会让人觉得 首先他的对内氛围很好 然后最后胜利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说 我们做到了 我们做到了 兄弟 就感觉他们对于这场比赛的 胜利和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 真的是非常唾切的 是的 我觉得他们把自己的定位 定得有点低了 我记得上一波采访到谭生的时候 问他下一轮制造重庆狼队 他们的比分会怎么样 他说他们会拿一分 然后重庆狼队拿三分 我印象里是这样 我觉得还是有点低估自主的 包括他最后 他还觉得那一波赛中语音 我有点愣住了 他说长官怎么指挥 长官呃了两下之后 说了一句干拉 黑打干拉 而且他就是好像都没想好 对 他想了半天 现在疯狂旋转他没这CPU 对 我觉得接下来来到了狼队的选途 狼队的话 应该是雪山吧 我看谁敢如何 热点 如果是热点 那我觉得是雪山的 来 大家看有他们的班图 有点忘记 小本如 没班雪山 他在热点的时候 他会搬雪山 对啊 而且遇到狼队 讲道理是包搬雪山 那样 因为雪山 不能不能抬头 狼队来讲 是一个默认强途 他是搬了残破 然后狼队这里 还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他有考虑到说 狼队选雪山 那肯定选雪山了 我觉得狼队他是不怕的 他觉得你既然把雪山放出来了 加上报告赢我了 那我现在肯定是 很生气的一个阶段 你要教教他们的 是的 那这就 这个班图也很有意思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 待会问一问 今天这个班图 包括整个的一个队内的状态 都非常好 皮蛋的表情 雪山琴已经开始凶狠起来了 开始要狩猎了 是的 看看会不会拿出他 赢有要的二零二 我觉得这个图也是 没有什么意外 这种重庆狼队选择到了 雪山之巅自己的强途 来去跟承诺A记对抗 那今天承诺A记也是 刚才我和卡明聊的 比较反常 因为在平时他们对战 其他战队的时候 会翻掉热点战的雪山 反而今天对战狼队的时候 反而放不出来了 是不是也是一个小的伏笔呢 有可能是有一些秘密武器吧 看一下这一波 从武器上来看有没有 A记会不会死出二零二呢 我还是比较好奇的 如果是二零二使 应该是断除吧 还是云间 没有是一溪 一溪到二零二 上来被布局给带走了 在点内这波争夺 还活着的是软地 也都掉了 还是由重庆狼队 重新掌控这个空气的位置 这是狼队的老家 你看他们在点内的布控 有多么的得心应手 那么现在在点内的分数上 还是由重庆狼队掌握着 但是瞬时间被A记抢回来了 这是属于北方的狼队吗 皮蛋的262也是在战场当中起舞 寻找着猎物 两边来回看 在预判对方的复活点 震到了云间 打了一箱残血 第二箱云间只能暂且告退 再过来回手抛了一手 但是自己血量太低了 还是被宋队给补掉 但第一个点还是狼队拿优势的 优势是在的 但是要考虑一下 因为现在重租A记 他们的一个状态 也是比较好的 提前为下一个点位去做部署 先来看一下皮蛋这一波262 没问题 剁掉了唐老师 非常流畅的262 但是安仔这边呢 安仔这个剪了 他也想秀一把 我昨天还说 安仔的262其实没怎么看到过 是不是比较辣眼睛 不可以拿出来呢 目前好像不是这样的 打掉了软地 并且活得还比较健康 可以从第二关二轮再走 是的 安仔可能听到了卡蜜的质疑 卡蜜你居然敢质疑我 今天我也要用一下262 真的笨啊 哇 三喷了 这是三杀了 我飞机一丢 脸上有人 第四杀 第五杀只喷了一点点血 但已经尽力了 是的 微信赶来的是皮蛋的202 我天哪 下262已经把这个 Z1的位置掌控完毕了呀 这个262接连到场啊 先来看一下吧 现在的点位上面 还是由重前狼队的掌握 甚至是他们已经提前 刷出来自己的三个终极技能了 齐勤这里也是直接 开锐全场拿到了双杀 我眼睛花了 这是UP吗 还是PJ 怎么这么能打202 我记得我们赛区 其实真正 在上个赛季来说 真正能拿出22 拿得出手的 印象里只有呱呱的 你看其他没什么用 早期也只有凤年 看得出来凤年现在直接开启了 战争机器啊 在前期的时候 就想把重度A系摁掉 因为对于重庆狼队来想 这张图他们太久性硬手了 但紧接着段辰 又是来到了一个双杀 他们也积累到了自己的一个血球 把战争机器已经滚起来了 直接开启 没错 这边再打一个 凤年还在卡对方的复合点 卡得非常的顺利 而且比分已经是越来越大了 看来成都A系目前 对于这个地图 并没有一个太好的想法了 真的是被喷麻了 见面就被喷死 而且有人在远距离下点 下多点 战争机器的分数 甚至是一度停留在这十几分 很难突破20分 因为其实现在在每个点位 他们都不占有优势 哪怕自己的中技能去使用出来 好像现在也没有得到 很好的一个发挥 就感觉被压制打 有点被爆了 这把目前来看 是被狼队给爆了 而下一个点 雷达战 率先拿到复合点的 陈都A系看看能不能滑起颜色 缩转一下两边的 这个正面实力差距 缩转一个人突破 打掉软低 再打一个 唐将也掉了 复合点开始轮转 点内也马上就要溢主了 现在凤年也是直接在高台位置 收掉了一些优势位置 再次回到重新狼队的手中 那么可以看到 现在自己一个人 在点内也是转着打 比分又在上涨 而与此同时的话 对于程度A系来讲 现在要做一波集结 千万别乱 在前两个点已经乱套 乱乱乱乱乱乘什么了 现在他重新过来 对方的通知技能 还是比你多一些的 你看到信息这边也是猛杀 再次刷新回到了空一的位置 现在看一下等五秒结束以后 程度A系一定要在一个空一的位置 和二楼去架控好 一旦率先到场拿着自己的262 等待同秒结束 看一下二楼的位置 安仔已经率先拿到二楼的控制权 打两个过点之后 点内碎完也完成了双杀 两个人打成了四杀 加上捡起了对方的TPL9 再去几点距离加点 又是个飞鱼撩位 偷掉一个被T17给除掉 二楼安仔再次上场 先来看一下位置 因为刚刚A系已经一度把 这个点位去踩回来了 所以安仔从二楼打到了一楼 甚至是站到了点内 那瞬时间又是让重新狼队 拿到了优势皮蛋 接连到场去好能力非常的快 262直接赶到 现在感觉中央A系就很难 就是我可以有一波 能够占点的机会 但是强点的能力上面 确实是有点抵抗不了 重新狼队的这种来势匆猛了 是的 就是又老通常都讲到 那个问题了 就他们现在点内 就一打一有点吃力了 一旦是第一波没打过 对狼队这种擅长打热点的队伍 他就会一直卡着你锅点 去卡你打 对的 很难有所机会去翻盘了 目前迪蛋打了一个三杀 安仔补枪 CE又控制下来了 看到要下一个点 又提前开始力爪 根本扩不来 但是唐老师 接前开启自己的真正机器 先炸了两个 炸第三个 第四个炸了一个酒吧 通过云的补枪 是把这个位置 短暂的给拿了回来 嗯 这个真正机器已经开得不错了 断层直接开启了动画枪 直接往前转着打还不错 手雕了两个人 第三个漂亮 断层已经是有五个击杀了 后面再次给他 后面想过来单调一下整画枪吗 整机量整画枪用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在站点的情况 重新狼队的分数已经要接近200分 而他们手握现在有技能上面 也是要远远地高于程度A技的 程度A技这把想翻盘 真是难于上青天 特别难 目前现在还在 踩最后的尾部想兜个底 好像是A技根本不想 失去这一点点的分数 现在的比分支持好好 差100分 来到了第三个点 B3 也就是缆车房 看着皮蛋吃到右手有个人 等花枪要不要开启 没有防保装置 还是算了吧 第一时间让软臂的复活攻进点了 但是这部复活攻打掉两个进点 其实还行 还可以还可以 挺好的 一心也是直接开启了力爪 但是看得出來外面的鳳妍 早已經按捺不住 開著自己的戰爭機器 就直衝在點內 那最終還是搶點成功 把這個點再次踩回到了 重慶狼隊的手中 全球A級的技能 始終是沒有狼隊更多的 所以說他們一旦進點了之後 沒有了技能去卡對方的點 就比較難受了 最好就是軟地當時 用附和弓定點之後 攬車有人去從側翼去夾擊他們 但其實並沒有做到 那這個點最後的20秒鐘 有可能是狼隊的狼中之誤了 230分了要 現在重慶狼A級 也只能放這個點 提前為下一個點做部署了 因為確實沒有辦法 這個點現在哪怕搶過了 也對於A級來講不止渴 有點太難了 240比101 這個盧透率已經是 不容A級再去端盤了 他得連拿三個點 對 而且得站滿 你不能讓狼隊 狼隊哪怕是他小小的蹭一點 蹭一點 他都可以把自己的勝利拿到手中 是的 現在對於神堆劍來說 他已經不能離開點了 甚至說他現在進點都難 這碗原地丟雷 他這個雷可能有驚喜嗎 沒有 已經達到了250分 恭喜重慶狼隊 1比1追平 重慶狼隊我覺得打熱點 或者說讓他們拿到雪山 我覺得基本上是十拿九穩的 很少會出現一些會輸掉的情況 那今天我覺得重慶系 也是挺感的 挺自信的 因為在畢竟對戰 重慶狼隊的時候選擇 困掉了自己最喜歡搬掉的雪山 這也是他們的一個勇氣吧 想要去跟狼隊去碰一碰 對 只能用可怕兩字 來形容重慶狼隊的熱點戰 熱點戰這東西是沒有人 可以質疑重慶狼隊現在的 一個大戰賽的地位的 肯定是第一名的 對的 而且狼隊他們在這種甜點的能力 然後在五個人的一個個人能力 包括爆發上太好了 我覺得還有一點很有意思 因為昨天我們和卡蜜 在聊安仔的時候會說 安仔就有點六邊形戰士 好像找不出來 他有每一項比較的弱 然後卡蜜說 用了一雙好像很少看他用262 今天安仔直接就用 是的 簡力把262 沒想到他有這麼 出色的一個表現 看來我還是敵魂 那這樣子吧 他附近是S36機槍不太行 反正現在才已經證明自己了 狙擊也可以 短槍長槍都行了 那就是一個機槍類 或者說那種射手步槍 只能這麼說了 安仔這邊說收到 卡蜜 機槍不過確實在 我們大家在出場的機率有點低啊 就沒什麼用了 已經淪為下水道的感覺了 但整體來看的話 我覺得今天在一些中級技能上 雖然成了一季輸掉的比賽 但是你看到他們中級技能的使用 雖然成功效率還不錯 比如像戰爭機器啊 包括鑽城的等化槍等等的 也能夠讓我們看到 有多次的一些連殺 但可能在站點和強點的能力 還有包括想在復活點上面 確實還是會稍稍的有點弱點 對 只要是熱點 他這個長官的指揮不作效啊 他就是一個 兵克人能力的一個模式 對吧 前期一旦是被一棍子打門之後 就永遠是被他 無限棒子去打回這個雪球 就很明顯成了一季後期想去翻盤 但是你中級技能 永遠是被對方給壓制的 這把雞殺也是領先了 這個將近30個吧 是的 那麼在整個的站點時間當中 也不用多說 因為確實分差上也是比較大嘛 那麼重慶狼隊 我覺得在入點當中的 這種擅長的強模式當中 確實還是無人能敵的 尤其還放出了他更擅長的雪山之間啊 是的 狼隊他絕對是不慣著對方的 只要你把雪山放出來 我80%都會選出來 對呀 有好走的路 為什麼要去選另外的路呢 對吧 狼隊這邊會不會視為一種挑釁 你敢不搬我的雪山 那我就必選 把你把各位 這所有戰隊逼到你 對面的這個熱點 必須要搬雪山為前 就是看到雪山就想到狼隊 看到狼隊就想到雪山 是吧 這兩個已經是綁定在一起了 是這樣的 當然我覺得 今天對於重慶狼隊來講 也可能是因為第一場嘛 這個爆破沒有想到 杜尼斯會有所失利 所以他們也想在第二場 好好地把自己的手感 自己的狀態打回來 那麼再關注一下 選手的一個個人數據吧 你可以看到像皮蛋也是拿到了 有39個機殺1.4的一個KD 就整體看來 你看重慶狼隊的所有KD 都是在1.0以上的 對 能用現代槍262 能打出那麼高額的一個KD 高額的一個機殺 非常了不起了 要知道262可能更偏向於一些 找到機會才能有一波高額連殺的一個武器 皮蛋他用到自己手中 已經可以變成神器一般好用 是的 也要恭喜重慶狼隊的皮蛋 榮獲了他本賽季的第一次MVP 拿到了39個機殺1.15的戰鬥評分 讓我們趕緊來回顧一下上場比賽選手們的精彩瞬間吧 我們可以知道 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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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 頂多了 頂多了 選手 個器 完全点直接射直接射 没了没了 还有一个右手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我没接出来一样 我能炸一下我能炸一下 我炸一下 还把家体偷一下 给他死了 家底死了 车车车车 那场我那场我那场 我真是要炸了 家底顶过来 这个顶目的铁 没事 我在家底 我在家底帮你们兜着的 走走走 学套一个 学套看了一个 中路集团箱 集团箱 慢起来 爽了吗 好的 欢迎回来 刚听到就把我说爽了吗 应该是很想让兄弟们都 把自己的劲儿啊 然后把自己的那个 势头打上来 对 最主要他们突然是打得太憋屈了 就没有杀爽 并且这个最后的胜负也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嘛 那热点终于是扳回城了 肯定是很爽的 那又来到这个暴风模式了 而且并且是成都A级选途 这张地图呢 选择概率啊 我先排除一个点 滨海应该是要排掉的 第一点 老字的滨海是出了名的强嘛 其次他们在近期的比赛自己也输过滨海 这张地图 可能在滨海以外的地图都有可能吧 那我觉得高铁也得排 高铁啊 确实 哎 讲道理啊 山井我看见没有班啊 没班 没班呢 感觉要山井了 因为一边是班的发射 一边班的敲火嘛 山井它是上台季没有的地图 那所以中狼队 他没有一个很强的敌运和经验 其实作为一个新途 直接从威达顶出来 看一看吧 成都A级怎么来去考虑 先来听一听他们的赛前语音聊天 比较安静 没有过多的交流 那就是应该一张比较默认 或者说他们打的比较多的问题 问题就很怪你知道吗 那我看一下小口 什么什么问题 以后他没抓B发经过我就走了 谁呀 嗯 这个 长枪啊 那你挂吧长枪挂了去 无脑飘了他 感觉是有可能接近山井的 我觉得山井的 选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你如果选途的话 肯定不能选对方 特别擅长的地图吗 或者说打的很多的地图 大家看一下 冰海 还是冰海 而且是A级自己主动选的 有过势力 但也有过胜利 打SPE的时候 他们挺顺的 依然想在这张 常规地图当中 挑战下重建狼队 而且A级当时在打 DYSG的时候 冰海 其实最终也是以9比6 获得了胜利嘛 包括他们当时 对证武汉1-2的时候 也是打了一个左比4 所以目前 从A级选择的是 先不管对方 数不数这张图 我先选我自己打的 更熟练 更擅长的地图 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优的选择嘛 补优 狙击位的一个单杀 阮帝12先 先击杀掉了凤年 并且在开局 可能10秒都不到的一个时间 凤年毫无游戏体验呀 上来就没了 两个现在重度A级的 这种企业文化 或者说他们的这种战术打法 都是开头打一个出其不意 是的 并且这部A大 是顶了三个人 我看一下阮帝在哪里 唐将在哪里 唐将是5号 在A大 安仔这里默默地 已经把这个包带好 跟自己的队友准备会合 看看有没有去下包的机会 是 唐老师也是第一时间加下A小 A大有两兄弟左右蒙尘帮他去看 也是非常安全的 这个位置少说换一个吧 运气好换两个 两个其实对于唐老师就够了 他在包点应该也能再接 这样子比分 或者说人数差就不太大 是打一个出其不意 卖一打一的打法 现在准备和西勤两个人看一看 怎么来去配合 因为对于重庆朗队来讲的话 现在他们整个的进攻打的是比较偏慢的 还是先收集信息看前点能不能再能够收到人 因为毕竟前面是损失了自己的那个凤年嘛 对 而且每个点他们就都有现在的想法了 从A小走 最终走到了唐老师那边的A小 唐老师好像有点错太命了 能驾到吗 第一枪是空了 跟队友赶紧抱一下 A大也来了 所有门绳 有了收获 皮蛋是单走的 林健这里收到了皮蛋 但是唐老师先错开这个太命的时间 关城紧接着过来 先来看一下天神下凡 这个滑铲 赶紧接着还可以再补枪 哇 完全是算算到了 充斤老师的打卡 A大单走的先被吃掉 然后A小 他抓人的兄弟 直接退了出来 包抓的兄弟 包抓的兄弟 我们继续要转带 我们要抢白吧 不要轻易给他抓到 像刚唐老师那波经常做觉就很聪明 欢迎颜色了 昨年反杀掉了 转带 你让我没有游戏体验 我也让你没有游戏体验 开局就死 是的 根本不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 不带怕的呀 这市警赛FMVP肯定对局上不带怂的 是的 回去先把这个包捡好 还是一样的 一席应该看到了吧 我刚眨眼的瞬间 好像瞄到了那个人的视野 这爸想要集火攻势开火车了 总共准备转一波闭 有 但是断车是狙击枪 他也只能狙一个就跑 保持对方第一线抓出来 但他再不走 4号位的 睡晚就要顶出来了 放了 放防了 准备先让重新狼队这里 先把包给下好 就在今天 也不出去 给你拉我 看下重新狼队的一个思考 三一 专带 但这个时候现在这个时间对于他们来讲很尴尬 二十多秒 操作现在开始催晚 先收掉断城 找个机会 不敢冒人前进 先收集信息 安在这里都看到了 先收掉两个 拿到了一个双杀 再配合着西琴 漂亮 拿到了 重新狼队的第一分 这不安咋 那点点太稳了呀 其实就是 陈伯队对于 这点点的信息收集行 还知道 抢一波 一到抢一波 顶的话就会比较莽撞 假如这个谁死能跑 就跑 1比1 这把重新狼队想要玩马快的 混淹 A大 但看得出来几把整个程度 A7他不会做太过多的潜顶 比如像冰淇淋 什么的 他们也不会去做 都是在后点架局的 而这次程度A7 选择了双小道去防守 但是双小道并没有守住 被封建和疫情完全撕碎 A大也是 第一时间跟上A小的步伐 把一点给融化了 对 全部破掉了 A大 A小全部分兵带走 那现在只剩软地一个人了 局促最终还是被心情换掉 达到了主持老队的第2分 继续对什么 A大军一抢一波 然后待会退出来 B点吃完信息 跟我说一嘴 我们上次行连 我记得他们这把我来了 我记得 我记得 很积极啊 对内的一个交流 每个人都有一些 自己的想法 有一些走位 对 先来看一下这波 还是一样的 四个人 三个人抱团 是 A大先做一些简单的默认 看看你有没有区域 闪上你 奄奄你 让你往后退一退 至少要给你一些压力 如果A大接受不了压力的话 你看那把局促会无限加准 对 中路估计是有烟雾弹的 果然 烟雾弹一封 他们可以大胆地 露个大声位去清A小 然后放皮弹一个人去单挑吗 没有 队友应该也是会紧跟其后的 选择了四个人A大 再次挑战 但是你手上道具有没有 没有道具 唐老师那个局可是 这个可以说是杀人不眨眼啊 但是重新狼队 他们的一个厉害之处 就是他们的一个速度 和他们的整个严重配合 补枪很快 你看 唐老师补掉一个 但是紧接着会被皮弹换掉 那唐老师这个位置就没了 对 这个补枪 没有 说得很对啊 补得非常快 唐老师甚至说 呃 地下打完的后员还没做完 就被皮弹给捕了 那其次就看云坚和云坚和依稀的了 在这个 面包房里 双架 所以是 以前我从车的一个战术 先看起来比较少了 这个三打二 现在面包房的位置 依稀很尴尬 位置也被锁 看看有没有发挥的余地 最终还是带走了凤年漂亮 拿到了 重度AG的第二分 个人是类真硬 真的硬 而且很敢打 感觉他A大人多 你B点来三个人抓他吧 出于压他一波断材 三个人是什么 那我们怎么还去包里吧 还稍微有一点可能说 有点慌 到现在已经对面对对面 像世界冠军 他都可以这么来去敢打敢拼 也证明了他的个人能力了 没错 大家看一下A波的 A点的进攻 这波应该是有简单的一个爆弹的 BB你的位置 还是单身的下你 都只到这个位置 应该下不了一点了 阮D一顺先带着队友 从B点拉出去 拘掉一个 看到有默认 那其他人退到A小后点 等待回房 A点让你进 我不要掉过度的人就可以了 是的 但是B点这里的西琴 已经是被收掉了 看一下重新狼队的四个人 怎么来去考虑 每次都是西琴一个人在B点玩 然后其他四个人 无论是走A还是走中 两边的一个配合 慢慢绕了 又想往中路开始 开火车看到了 依稀这里 感觉有点难啊 短辰和云坚 又是侧翼包夹 打掉了正想要回 转移目标的狼队 早会指挥的好早会 双杀 没问题 他打得好像有点不像狼队了 以前狼队感觉就一摸进去了 你们两个短枪去避 有吗 去避 他们现在打得很 很稳妥 就不太会做一些很速度的战略 先来看一下这一波 唐老师先看到的人 好样子 还好 只换掉了一个 碎碗紧接着跟上补上的枪 那七琴也是直接收掉了云间 A再次控到手 唐老师顶得有点太前面了 这个位置顶到屏风 加上对方自己有烟雾带的情况下 射击距离其实挺短的 在15米左右 炮个人是雷达的一个 第二个人绝对会被捕 于同时刚刚 机型也是突破了一小 现在就是轮到陈兰基 三个人打回防了 两个人从一打一个人 从一想到动静 是的 雷达刚刚 唐老师死在那里的 肯定还是有人在看的 对 软地冰淇淋店也是看到了人 但是先保命要紧 我这时候要考虑一下时间 软地一个人了 其中还是被碎碗 穿掉两个 达到了他们的三分 一个信息让他一点这个人说一下 他在很凶 你绝给那个烟 我绝给那个烟 我绝给那个神 我给我给 我去给 你给烟吗 我给烟 我给烟 那我换傻了 3比3 看下这把的思路 还是慢打A点 A点向下你 给你个道具 然后其次瞬间转B点 而且这个B点转得很快 中路有局驾着 你是没有任何吃到信息的 就是刚刚本身是软地在看中路的 应该能看到三四个人一起跑 但是这次 破鱼压力也是没有驾 导致了现在已经来到B点门口了 闪嘞全安排 去走酒窖 你能够扛住几个人 很可惜一个都没有换掉啊 那给到断层的压力比较大 也没有换掉 那这样的话酒窖也是告破了 直接可以下包 有点在正面扛不过 你看到重庆老队很聪明 我不给你走什么 我就给你先拼正面 下掉一个 慕年 漂亮 双杀 什么问题啊 重庆老队 仿佛已经找到了怎么 去对抗成都 A技的制胜之道 3比4看一下上半场的最回小局 中夹B 这把又是给到了断层 看一下他们怎么来去防守这一波 中路今天很快啊 再被零换就好 并没有人去看 就看一溪了 一溪也就接住了一个人 眼里还有卖了个断层 这是狼队完全想不到的 我们还有人蹲在里面呢 你也放两个人的手 还是很漂亮 断层出掉两个 还想到结果漂亮 直接刀掉了隧婉 三杀到手 隧婉说我心里苦啊 他怎么可以一直追着我拿刀呢 就我都拿枪打你了 你子弹好像还有啊 他拿出打你了 很好 我觉得这个上半场 以这样的一个 这种比拼方式去收尾 4比4的话 勾手不换 对程度A技 还是对于重庆老队来讲 你都可以接受 这个程度A技 在抱负模型中有点想超标的呀 但确实今天重庆一技去对抗 重庆老队 也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惊艳吧 就无论是他们的一些战术运营啊 还是他们每个人的个人实力上面 就该有的都有 在中场休息的时间啊 大家也是要去想想他们在换边之后 该如何去进行 狼队现在打起来 很凶 但是他的打法和以前是有一些变化的 以前我感觉 他凶的原因还是从A小和A大 做文章的 但是因为 A技这边他是重手A大 唐老师在上前面有一两个 可能前面的选手当保镖的 所以说现在对于狼队来说 打一点有点成为是个难事了 所以说他最终 选择了从中夹B点 但没有想到他们中路加根不看 直接赌包点了 这点我觉得是程度A技自己的指挥 这里加分了 对的 而且我觉得也是程度A技给到 虫顶狼队一定的制约吧 你看前几版的时候 整个虫顶狼队的一个主战场 还是在A点为主的嘛 A大 A小 但后来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 A点就是太难拿了 所以就转了B 但没想到里面还有个断辰 是 怎么还敢对决 原来你脸上有人啊 那傅年走不掉了 傅年被猛追 靠个人实力硬接了一个 而且随晚在B小酒窖的处 还是帮 凤年多接了一个的 这波没抓死 太亏了呀 程度A技 是的 之类 随晚也是直接前定 收掉了一个软地的人头 那么现在说话之间 只剩唐老师一个人了 唐老师 位置应该是没有怎么漏过的 只有长官一个人在场 长官 长官很难受啊 长官指挥不了了呀 长官只有自己的想法了 对 长官说我的士兵们呢 士兵们隐落了 而狼队的三人直接 蹲在B包点 放二号位的一个人在 应该是吸气 一个人在冰淇淋店玩 对 也是最稳的方式了 下包 然后等三个人的回房 而 唐老师这边还是 不见黄河心不死 他就必须得杀人再下包 要不然他下的包就毫无顺算 对 而且在A大那边的话 还是很容易被包夹的嘛 哪怕有人去跟你迂回 然后一个人拆包 就足以获得胜利了 因为毕竟对方是有四个人在 所以现在唐老师想法还是 趁时间还够 我尽量去找找人收收KD 漂亮先收一个 可惜了可惜了 本身能再打一个到两个 对 没有我以为 A大接着抢 A大接着抢 OK A大我跟 又有帮忙 B开出去吧 行 他都B开了 那我们这边 他们场的第一分 由重庆狼队 先拿到 中路怎么办呢 陈德威基的想法是在于中路 做文章 中路一些 原点烟 然后直接扑A小和B小的两边 哎哟 唐老师一颗雷 他被炸掉了 中路一季一息断成 接连发力 直接把B点告破了 但是现在很难受的是自己的包 掉的位置实在是离这三个人太远了 直接被包围了 三个人 重庆狼队这个包已经守着了 对于陈德威基来说 现在的想法应该是往A大走 A大是一个鞠位嘛 他队内还有个软地一把鞠在 而对方是没有了的 但你看到这 重庆狼队也是判断到了对方的人在A大 所以你看得出来 已经慢慢摸过来了 先收到一个各有斩获 软地这里 反杀 软地接两个 软地未知知道 但你知道断层在哪吗 皮蛋 紧竿走险下雪 但无奈自己是一把大鱼枪 应该是DTM吧 还得是断层啊 最后是狂揽三杀 嗯 也是绝对在这场的 看东西没有就提了 我先拿先 四个币 唐老师的 战术还是比较 存在一些小小的博弈的 4B开 看看能不能抓到人 抓到人就直接抓了 没有抓到人的话 我觉得他们这个战术会相对繁琐 多如有人封烟 但有人封烟 对方也能听得到 看得到 来了 A小 A小冲过来了 先看一下 安仔这边窝能扛几个 换掉了一个 曹老师 云坚也是顺势来到了 B点 A点 呃 本来这个 波是一打三的 但可惜没看掉人了 软地正面还撤掉碎丸 就是凤年一个人了 三打一 那这个机会很小了呀 凤年要考虑一下这个残局 该怎么处理 走声音了 哎呀全部跟下来了 没办法 发行不行 犯个鼓励方式 不想听加勒长字了 出风出风 我们抢一抢 我们抢波A大把 不想丢烟 软地 我自己渗透一下 我待没聚啊 我感觉来到爆破模式 这个赛季的他们有点真的是完全站立体了 对 你刚才第一周他们的这个爆破模式已经磨合得很 哪怕是打重新狼队 都是打得不相上下 对而且他那个热点 目前他的热点水平还是一个问号 他至少能跟升任DYG打得五五开 不能说 有优势吧 但五五开是有的 但是就刚刚那场雪山 也不是完全做数 因为那场确实是重新狼队的 优势地图 对 AG跟DYG之前那个庄园 AG还打赢了 热点 险些被DYG翻不掉 但最终还是赢下来了 对 比分拉得挺大的 先把 点内的防暴扑扑开 但是问题是在于对方已经到了 你的包刚剪完没到 要不要直接大脚步转 从A小转了 没有时间怎么大了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必须注意小雲间 你要想一想清楚 怎么快怎么来 现在考虑一下 AG的两个人如何来去思考配合 时间是够的 云间有在 瞄中路看看对方有没有从B点去A点 过点的想法 殊不知 自己家里已经来了三个客人 对 再不走 包就带不了了 还在等一系排点 分散的也没有办法帮他补枪 对一系一路在A打慢慢摸到包点 为他扫除了前方所有的障碍 没有人下包 但是对方已经来到A大了 这个角度 这个位置很危险 进步 三个进步 得得得得 来了 静音接触 接触到近点了 渗透到你近点 之后 就看一波爆发了 看补枪 完了 被拆成一个人了 三打一 没道理的 必死的 直接冲击过来 没有任何疑问 收掉了一息 直接拆包 他们可能没有意料到 狼队会直接三个人从B点开过来 他们想会分散一下 可能有人会从A小 想的有点简单了 因为当时 段成在B包点 做一些防暴的装备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狼队是好多好多人都在B包点 那是很有可能开火车开起来的 那他们就应该赌一个点了 就看一个点 赌对了就赢 赌错了本身人数列就算了 跟开绝对达不了了 可能他们想的就是 更加全面一点吧 想多了一 对 都想 看看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救世主 我一个人先抽一个 然后我们再回到保点二打二嘛 是的 重庆狼队这里 再次叫了战术暂停 今天 对于狼队来讲 还是蛮反常的 就是薛里杰和睡宝 你们拿了人就是都不要往前 不要往前扩了 睡宝不要 赶紧把薛里杰补枪这种 拿到中路或者说薛里杰如果说 军队赢了之后你们直接开输了 双双拿到优势之后 呃打火箱的补枪就好 你看你们A这边 A大抢我抢的话 有优势的话就 呃可以放一边 因为他我们可以跟NG一样 那种双手 就是 只顾一边 不需要带太多的位子 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就B的人如果说拿到B的优势之后 你们给我说 把B包给他 就我们只要拿到优势之后 把包连给他 然后我们打回房就行 你明白吧 打AB的回房 可以吗 OK 这样怎么 嗯如果下分看他们抢不抢 如果他A大抢了凶的话 你们就守A小 守一小 呃守一包 然后守一包的话 安仔是带不了的 你们要不就把A小给顶死了 然后睡晚跟 凤联你们俩联动的B可以看 看可以 但你们一定要小心B肯定是有门断的 可以可以 这把我们来A小 这把可以拿一波A小 OK 可以时间拿是吧 对 先别急 嗯 给你一个大致的方向 然后选手自己去判断 那这一波 选择了赌A小 其实刚刚三列教练说的也很清楚啊 就是对方的猛攻同时 你是可以把包连给放出来的 然后等回房 但问题就是现在B点就放了一个人 就被困了 其他赌错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给到成都A记 再一次的机会 很轻松啊 B点直接占领住 而顺势下包 现在要看一下重新狼队 怎么来去做这波回房 派了一个软地在后置位去来绕 找人 看到了 抬头 可以 漂亮 出掉一个 但是凤年会不会回头鞠呢 他已经背面有一个很好的身位来了 选择的是三个人强突包点 正面三打三 断成先找 然后B点进去 没有看到人 确定包点应该没什么人 都在点内底线的位置 陈老师空枪了 但第二项没有空 狼队现在有点乱 先处理点外的 再处理点内心 来不及我啊 啊 这什么功法 还得是陈老师 一发制止 直接拆包 哇 一枪带走皮弹 本身以为 皮弹偷包成功了 有说法的兄弟 我真的是有说法的 这波已经得 让整个重堆 继终路 看上把节奏一样 我这个 讲道理还 也就是因为对方是MW11 才会被秀 是杀银估计还不会被秀的 都都都都狂扑 我真的是刚才那个画面也是 这个已经不能算是欧洲布了 弥东布 这属于 鬼布是吧 鬼布 这人学鬼系招数怎么办 真的第七分了 最主要是重庆堂队这先来看一下这波吧 A小的一个冲击一系这里 直接输掉了两杀 再次 全身退了吗 没有最终被换掉 二换二 可以 又是稳定的打掉一个 就是睡晚了 睡晚在A小的位置还是相对神秘 因为他不知道 知道了吗 哇 软D 唐将 这 两把局真的太好了 我们也没有拿下了 我们继续呗 继续吧继续吧 软唐兄弟转成继续之靠后 我给神和后了 感觉 整体的思路和个人实力 都从琴九版本更往上走了一层 对 我觉得甚至是提升版的呀 你看到现在 成都AG已经是来到自己的第八分 局点了 没有想到 接连的两把爆破 成都AG都展现出来 自己 非常好的一个实力 先来看一下这波 云坚直接带头冲击 先收掉了睡晚 那B点又是一个告破 直接可以下包 又下注过点的皮蛋了 最多就一个人 赴年也被吃掉了 他们现在包都不下了 要出去杀你的人 在最后一分 他们打出了自己的一个优势 这是越战越勇啊 A点也是直接依次消灭 现在只受西琴 和安仔两个人了 软D他有 最有加强的呀 他有保镖的呀 还是你解决 安仔补强成功 但是面对四个人 你又能怎么办呢 打两两个 他是安仔 三杀到手 但最终还是被 算成换掉 让我们恭喜成都AT啊 再次拿到了 经典爆破的胜利 战胜了重庆狼队 拿到了他们的第二分 说不清话来了 可以说 成都AT他的 起徽非常的火断 每次在重庆狼队 暂停的那一瞬间 他们都会直接死磨 上一小时在第14的时候 在8比5的 关键分 狼队选择了暂停 然后三位教练 也是付出了 非常多的一个战术 但是成都AT直接选择 这个四大A点 狼队是没有坚固 包括这局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 在暂停之后 成都AT也是 瞬间选择了一个 B点的速攻 狼队一点是没有结束 不管你战术如何 我就是等你暂停 最后一波速攻 对的 而且他们的速攻的一个结果是成立的 包括接连的两次 其实都是以B9教为主 就整体看来的话 我觉得今天成都AT无论是他的这种 战术的指挥意图 还有包括他们的战术的配合 以及个人实力上面 都是零零近距的展现出来了 并且我觉得今天为什么刚刚我们说 好像狼队有点反常的是 你很少能够看到狼队多次的使用战术暂停 那今天的两把经典暴波 他们都是用出来了 是的 而且我觉得狼队最大的难关 也不是说对方的战术有多厉害 主要是现在狼队的个人实力 他这个优势 他对凳到成都A技 他拿不出 对位优势 除了皮弹有的时候还能拿出一些 对他选手 我觉得都是反过来被成都A技给克制到了 是的 这就会有点难受 你看哪怕是最后安彩有点超神 已经是以一打三了 但是无奈是因为 因为自己前期的人员已经 基本上调完了 所以也很无奈 最终还是被换掉了 那当然我觉得 成都A技在今天的比赛非常的漂亮 最终还是以9比6战胜了重庆狼队 我们之前还说冰海九阵不能选 重庆狼队的强途 天哪 那我就要想了 当时 当时武汉一打是怎么赢成都A技的 都那么夸张吗 在冰海九阵这张地图 枪是真的非常硬 最终的击杀是54比51 也仅仅只高了三个 对于成都A来说 你看他中间差了三分 但是击杀就差三个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在某一些角色上 成都A是大于狼队的 比如说速攻的果断性 好像狼队在进攻的时候 并没有像成都A技那么快速的打过两战波很少 这也是可能我们今天看狼队的时候会觉得 好像在进攻的节奏啊速度啊 包括一些战术上会有一些变化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选手的一个个人数据情况 那么在成都A技这里确实我觉得是全员全都在线的一个水准 那么像软地和断城也是拿到了12个击杀 都是1.5的一个KD 包括一系这里是拿了11个击杀 整体我觉得现在表现非常的好 成都A技也会让我们觉得说 有一点点令人惊讶或者说惊喜吧 嗯 现在的成都A技我觉得是最正确的五个人了 互帮互助 不仅仅是唐将和软地 软堂兄弟两个人在CG 他的前点心人包括断城 对吧 他都有补习队伍的一个部组 每个人都能去carry 真的有点像就我们可能SDS的那种 老清酒的感觉了 嗯 而且是那种状态非常好的老清酒啊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的MVP给到了成都A技的断城 1.22的战斗评分有12个击杀 单回合的最高击杀是三杀 这是他本赛季的第四次MVP 让我们赶紧来回顾一下上场比赛选手们的个人精彩操作吧 这一位女士们可能是霸击的 差对不击查的 1.30的距离 我输起来 2个人哥 我们赶紧了 帮心老冰 尺度 2.30的距离 我特别撒染 3.32的距离 1.32的距离 3.35的距离 好的 那我觉得接下来应该就是要加班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打成2比1了 那接下来又是来到了控制模式 两边是搬掉了十字路口和军械 其实也就两张图了 看一下狼队怎么想怎么选了 是的 一个三井一个海运 对于狼队来说 他万一选出类似于海运小镇这样的 最新的一个地图 会不会有想过 成都A记他也有练过呢 对不对 成都A记万一练了一张星图 会不会把自己给葬送在这场比武当中呢 如果球尾还是要选三井 我觉得球尾吧 还是选三井比较好 因为我个人觉得狼队 如果能够拿出来海运小镇 一定是用来做杀手点存在的 就可能是在大山 在那个假山里面就可以丢了 那个大树里面就是丢 是啊 肯定啊 这就往往 说往上面一丢就完成 那个还好 只要时间点是对的 就能闪到 凶对 干了上官 是个将军 不是是个士兵 我要战着死 是个将军 把这个控制先打赢了 咱们后边最后选拖 不是让他们到时候看看决神局 打正面还是打中 老规矩 说实话 中好打 中好打一点 中好打 那来了呀 三景别墅 第一波 三景别墅第一波 对面 选择三拖一点 正面 或者说三四个去 去打中路 再去扎B点 刚刚听到安仔跟队友的交流 我觉得还是能够听出来一点点压力的 他说没关系 我们先把控制打赢 等到最后报复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有选足权 是 其实他们有点有压力了 他们会那种 有点狡急了 他在安慰队友 是 我觉得也有点给自己吃定心丸 就算了 没关系 我们先不想先把控制这把打赢 好的 那么也是如我们所料一项 从这狼队选择到了山景别墅 是的 这张地图要讲究个人能力了 像第一天皮弹打请求的时候 就在这个地图 我记得是防守防 皮弹在对方画廊的位置疯狂杀戮 宛如犹龙 看看今天他到底能不能依然杀得那么精彩 看一看今天两边的状态怎么样 成都A记也首先不用担心了 现在全员是越打越自信 越战越勇 但对于重庆狼队来说 再次回到了自己擅长的模式 是否能够将分数拉平 中路三打五 这波成都A记算是碰B了 没有想到狼队会五个人直接去B点 然后夹A 哇 这波战术我之前见过 他并不是对于B点的夹击 更多是A点 那 属实成都A记是没有接住啊 二楼能偷几个是几个 这个时候也没权顾及这个A点了 被蹭了第一格 也是消除不掉了 这也算是个人能力一种吧 他正常来说 握一打掉人 云坚是知道握一有人的 他怎么还漏大声位去爬金库呢 其次就是软定的 那个有掩体的加强 我也没有打过暗仔 这就是后一批几个人能力了 现在在命数差上面 重庆狼队是领先对方四个 而整体的一个布局 上面来讲重庆狼队也更清晰 而且他们的TAP19发现 他们都喜欢用那个神话的三级几秒 而不是五级几秒 这个其实我觉得各位路人 也是可以学习一下 三级会更好用 职业选手同款 同款几秒 对 同款几秒 来了 曾多A记目前的比分 其实还好 差四个 但问题就是这个点啊 就剩两格了 万一狼队打赢一波进点 你是很难守的 就看凤年能不能收到后点五号位了 没有 唐将能刷到对方的复活点 凤年 不走了 凤年 一打一 来 谁怕谁 等着你 凤年 唐将来吧 咱们对位吧 对位吧 对 你也别走了 凤年反过来去抓唐将了 但正面软地一息 是清了一波平 是的 直接做了一波双杀软地这里 唐老师 这边肯定要接客了 有好多人 对位 成功唐老师 收掉了凤年 还老六 一息 别提一下一息 等在这儿别送 别送 九打十 对方踩点是很着急的 他只要卡在这里 慢慢偷人就可以了 对 这个冲上就要比谁耐得住性子 谁老六一些 是的 段辰这里也收掉了机会 换掉了一个 一息还在这里守着 快跑快跑快跑 马仔那个眼睛就打不过的 心情直接包抄 看来一息还是有点朝夕了 他短期怎么敢走到里面的 这个远距离对位黑车 怎么腾打得过 是的 现在两个命数差 其实成多一息已经不错了 至少将命数稍微扳回了一点 安仔也是在中中花园这里 也收掉了两个人头 是的 安仔 这边还是发挥了 漂亮 再打掉云间 打掉三连杀 再能接一个吗 安仔最终还是生气了 四杀到手 七打三 那这局成多一级 有点大势已去了 看一下这个最 感觉安仔还打生气了 是 很生气 就感觉他个人能力 已经发挥起来了 知道 第四 这一分应该是没了 就是一息一口 打你 没有问题啊 最后一息还不错 在极限程度上 还能做了一个反杀 那第一分啊 我就我总结一下 第一波主要还是狼队的 战术版本好 战术有压制到成多一级 直接偷了A的DD 打正面吗 你杀戏是吧 配搭不正面杀 不连俱来的打A 其实就在于后戏 就是安仔安仔了 他差的太凶了 没有 安仔那么多连杀 我觉得从人数上 成多机依然是可以翻的 一个是前期的一些战术的 运营布置做得好 第二点是选手的个人实力 也是在正面能够扛得顾 这个就是重庆朗队 为什么在热点控制模式 那么能够吃霸的一个原因之一 没错啊 其实我前面的能力实在太强了 正面的能力实在太C了 看一下岁晚直接上 开头就开启了战争机器 都开了 岁晚以及刚刚的凤年 都有自己开冲击机器去打 看看能不能多打出一些人数U 并且把B点给守住 确实守住了 而且安仔立马真面目开起来了 看看能不能点名 点到一些人 唐老师这边也是不遑多让啊 直接开了战争机器 在控制 但是现在要考虑一下 重庆朗队机 因为手握技能很多 如何能够合理地去释放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是 唐老师也是开战争机器 强行掩护队友去拿A点 并且顺便把 行来 阻击唐老师的安仔给下掉 能再打掉一个吗 再打掉一个我觉得就立功了 可惜 莫年还是枪更快 A点拿下来 命数也是差不太多的 但反过来就是狼队 已经卡住了对方的拨点 就是神兽危机 稍叙有些劣势的一个地方 对 这屏幕我都看不明白了 并且最终还是把软机给秀了 两把G的一个对抗 两边疯狂在battle 现在技能上面神兽 A点还是选择小小的留一波 因为现在毕竟 两边的差距不大 命数差也还可以接受 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控制 那么刚刚A点已经先行地拿下 安仔这个点就是很制霸 你很难说在他的个人实力上 能够小小的压制一波 是的 冬年这边也是在中路起舞 他在金库中路都已经杀了很多人了 嗯 走化枪直接开启了 要不要开启 这个位置其实还是不错 做工 但是还是犹豫的 因为这个位置 它有车和旁边10吨自作延体 它只有做一些 AOE爆炸性的一个伤害 能打掉对方 但不是你只有死 现在9-13 还是有一些些机会可循的 软地开启不过高 能炸几个 一个都没炸掉 加了一个吸情 软地好猛啊 他不是 他关键是他敢 在这种时刻他还敢拉弓 一般可能人都会溜一溜嘛 他想去拨一拨 密室没啥太多 但是他那波波攻其实并没有用得很好 反过来导致的是狼队反而开启自己的等化枪 进行了一波新竹 第二阵狼队拿得相对轻松 也比第一波 我们说话请攻 还有什么 我们还看到啥 打过正面吧 炮 炮 他那个锁也开了 他才一点都开着锁 炮没开 炮没开 炮开了呀 炮开局碎碗就开了 炮还真没开 我觉得成多A技有点可惜 刚刚最后那一波的时候 稍微有点着急 所以哪怕是手握了三个终于技能 都没有很合理的释放 为自己去争取更多的一些命数和胜利 反倒是现在对战重庆老队的时候 没有优势了 在我的认知里 皮蛋是个非常高敏的一个玩家 又加投入一家高敏的机秒玩家 然后下一个阵子就是 玩现代枪的都是一些灵敏度 相对中等或者低的 那样子他定位才会准 没想到皮蛋还是能打得那么的精准 和拉枪迅速 对的 而且同时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在命数上前期已经做了一个摇摇领先 直接领先了对方六个命数 皮蛋这里也非常敢打 262 出气不易 最终还是被带走了 还在手上有歼灭 人家是不确定对方的位置也不敢贸然去用 但是至少有个好消息就是狼队第一波的进攻 一点是拿下来了 而且命数还占了五个点位 五个五条命数的优势 着急了 现在程度位就有点着急 位置被卡死了 桌点一直在被卡 你看西琴一直在对方家里玩 而且旁边是有一个1号位的保镖的 想去偷戏情脸上也有人 但钻成这里 还是因为 敌人在明 我在暗嘛 最后我还是收到了 那泳池位置 包括安仔这里 直接开启了殲灭者 锁人 不错 第一个 来第二个 一条粪的过点也被接住了 这个过路费收的爽 再来 又是一枪 第三个 皮蛋刚刚也是拿到了一个双杀 在这种极致的个人能力上的展现的时候 你确实是这个模式没有办法比的 而且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啊 就是程度位置要不要用中间的 把这一局给拼一拼的 感觉不能用了 不能用的话 最主要对方0比3 也难说啊 确实 现在相差那么多了就算了吧 对 因为现在用的话 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输出位置主要是 就怕是开了以后 就摆给 那么那这个终极技能它的意义就不大了嘛 对 他们可以考虑一下用 呃 现在应该是一极以及 最右边是谁 我名字 第五 五号位的选手 的技能 用一下 呃 试一下杀一分 然后其他三个 杀一分也有 打中吧 来过中吧 这把没杀气 他们正面有杀气的 他才好对 他是中将 啊是唐将 唐老师 对 刚刚名字比较暗 没有看清 对 看一下吧 开头唐老师和依稀的这两个技能会去怎么使用 云间直接在中文花园的位置收 而凤年开头就 啊这个弓 啊 尴尬了 对 身体过于流畅 对把刺激给炸掉了 对 凤年准备 我准备好了大展宏图 结果 对 呀 没了 各种剪刀跳划铲 弓 很帅的样子 对的 一锡也是 文性赶来 直接卡到了对方的前点 知道了 脸上有好多人 自己被穿残 队友也是第一次来到他的旁边 做一个互相 补枪的作用 然后偷偷踩点 但是队友 吃西琴 从画廊 一路 然后沙马赶到 来到了B点 清光了B点所有的人 这把还是有机会的 不断地再去踩点 程度A技 B点要被踩下来了 有问题 而且他们现在的技能 也是刷新好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只要技能释放得好的话 这分是可以拿下来的 对 要拼一拼 用吧 用吧 不用 用可能这一分 就已经结束了 嗯 安仔也带走了唐将 过点又是 由狼队去卡对方的 皮带机位置也比较神秘 应该能接一个 靠个人能力 能不能接第二个呢 唐老师有点犹豫 要不要去抓 皮带机的点位 哇哦 苏年一局双杀 脸上还有人 西琴也补上了 最后一名选手 目前命数差是领先一个 对 差别不大 而程度A技手 我还有筹码 我三个技能 我还可以释放关键时刻 先不着急 安仔先收掉人头 再配合这凤年 现在每一命都非常的关键啊 是的 每一个击杀都是致命击杀 程度A现在已经落后了 三个了 该用了吧 不用就 直接拉了 破线了 直接开弓 软蒂这里看一下 他的复合弓使用的怎么样 还不错 直接拿到了双杀 三杀 漂亮 在关键时刻的时候 软蒂的这个终极技能 为自己还是多了一些命数 对 但是依然拦不住 狼队的一个击杀 云谦 在最后一条命的时候 开启了 殲灭者 死了就必须 必须要开了 断城也不留 直接开启 再打 打掉皮弹 四换五 四打五了 还有机会 殲灭者也没掉 殲灭者掉了 被最晚的战争机给炸掉 断城这位置 也找不到自己人 非常的着急 对 等化枪还好 他的这个持续时间 是比较长的 但是要考虑一下 三打四 机会 找不到人 对 找不到人 对方肯定都在 一包点附近 就那种鸡脚咖喇 全藏着了 在给你打的呀 根本不给你机会了 知道你有等化枪 手上的道具 还有颗闪和雷 是不是有机会 从他们家 篮球场的地方 一路杀下去的 但是是要吃颗闪 对 没有闪是下不去的 来了 给闪了 进去了 把对方的位置给逼退 然后直接用枪去架 软地一系各斩过一个 现在正面来到二打二 时间也只有三十秒钟 非常的关键 现在真的是正面作战了 安仔 讲道理啊 可以 挥发一些时间 让他的利爪更新 一系的利爪应该要有了 但是能不能拖到呢 时间也就十秒钟了 好像来不及了 安仔这个枪线压 是非常的凶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要进点了 四秒钟 来不及了呀 然后一系的位置 也踩不了点 也是让我们恭喜 重庆狼队 二比二 追平 恭喜重庆狼队啊 在热点和控制模式 还是依旧能够保持到 自己的一个强势的 一个个人能力 最终把比分再次拉平 那么现在的大比分 是来到了二比二 对 可以从我们的控制模式 看起来 大比分来说 绝对是个剃个光头 是碾压的趋势 但是你去拆分 每一个小回合 我觉得成都一地 并没有出得那么惨 就感觉是 不是玩乐 就感觉还是可以去翻盘的 就差在那么一些 细节 和在战争安排上 和劳定一些差距之外 只能说还有在进步 差得不多吧 只能说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前期的时候 重庆狼队总是能够 跟对方去保持好 一个比较平衡 或者说命数差距不大 但是尤其是在 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总是会掉命数 掉得比较的快 我觉得一个原因 是因为可能在 极限的一些时刻 包括在时间上 他们的一个心理上面 然后再加上 可能在中心技能上面 以及正面的作战上面 确实还是会有 一点点小小的差距 对 说在差哪儿 我们肯定也是 一两句说不清的 但是整体来说 就在战术层面上 狼队很明显 还是有一些攻击在的 其实还有一些 就是个人实力上面 一些单杀 暗仔 皮带等等等选手 其实都是展示出来了 还是这个问题 其中维基在热控方面 还是有在加强 但是最后一个模式 是爆破模式 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模式了 并且回到了 现在目前打完两把爆破 都全胜的成都A技这里了 先来看一下这把的 一个团队数据情况 89比119 差距还是有的 非常明显 从中助攻方面 是领先了6个助攻 控制比分也是拿到了 4比0的一个碾压式的战绩 在控制模式也没什么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穷天狼对他们的一个 从无论是复活点的 一个占领当中 还是一些在个人实力上的 一个展现 包括在极限的时刻当中 他们的一些心理素质的强大 我觉得在控制模式当中 还是制霸的 是的 但是非常地转 也没有被打得那么惨吧 那对于下一张爆破模式 我觉得还是要先看一下 到底是谁先拿到那个图权 而且剩的地图 其实也不是很多了 印象里比较深的就是黑花还在 并且有一个叫山景别墅 两边也没有搬 在爆破模式当中 对 还有高铁 看一看谁选图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选手的一个个人数据情况 那么在重庆朗队这里的话 比如像安仔拿到了29个低差 1.8的一个KB 1.31的战斗评分 那么包括皮弹这个也是拿到了 30个击杀 1.9的KB和1.27的战斗评分 又是皮弹 皮弹这边我可以看到 他前期还是拿着262去打的 控制模式拿出262 但这张地图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也就他能发挥得那么出色 那最后代VP 还是给到了安仔 29个击杀 总是二辆3701 最高人像是五连杀 也是本赛季的第九色VP 恭喜他 也是赶紧来看一下 喜欢我的嗨来 i know you 这是什么 加班会迟到 但他永远不会缺席 是的 感觉也没 好久没有 类似这样精彩对局的加班了 我觉得是该加一下 昨天也有加班 昨天也 昨天还好 昨天我感觉 就是没有这场那么的胶着 对 我觉得能够打到 就是最后的决胜局的话 都是说明这两支战队 还是旗鼓相当的 至少在每个 自己擅长的模式 或者说擅长的地铺 都能够打出优势的 那么接下来 我觉得对重拳狼队来说 这也是他们在本赛季的 第一次加班局 就达完5级 因为他们在之前 最多的也就是3比1 对 没有打过3比2 狼队获得了决胜局的卷图权 那高铁战里 高铁战选出来了 黑花没有必要选这个星图 没必要冒进的风险 山井直达的也少 对 而两边的话 其实是搬掉了枪火和发射的 所以从选择上来讲的话 对于狼队 现在更适合的就是高铁战 可以直接选出来了 那又是一波点点的拼抢 哥 那是我 对于现在神图一想法的话 会不会跟你们抢那场 从哪想 两A 然后他们中路抢云坚跟依稀 我跟你是吧 你俩俩一起抱团 控热点房 我跟云坚是吧 直接中路去换人 如果打B的话就换人 我们中路回发 收到收到 我跟团队也没一点 就是没有问题 洋洋上市 就是这个 行 到长官 高铁战 你热点房 他应该说的是 B包点旁边的小房间 他的热点是一个占领点 行 我将是你的兵 A不少人在你这点上 而且狼队的打法是什么 安仔一个人往中路躲 其他四个人 弱A的弱B点 就说他们现在 B点内场 他们估计是抢不过狼队 决定的是要去吃安仔 然后后人的 就是说 家里面的手艺量 要抢得上墙 OK 现在重庆狼队的 队内的沟通 还是比较清晰的 因为我觉得 对于重庆狼队来说 拿到了自己的一个选途权 又是一个擅长的模式 他们肯定是没在怕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 接下来在打高铁战的时候 还是一如既往会延续 他们比较快节奏的一种打法 果然还是选择高铁战 来了 拼拼硬实力的时候到了 这其实我觉得 在不好模式中 也是成都A记最怕的地图 因为现在成都A记 它主打的还是双区 这种慢慢去磨别人 但这张地图 它就是快折很 很快 成都A记在对战重庆狼队的时候 肯定高铁战算是一个 他们最不想碰到的一张图了 先来看一下 这把的一个选择 那么成都A记选择到了防守开 是的 同时也选择了B席风芒 不可以去抢那场 但是这一步被重庆狼队给 预判到了 他也给你抢A了 知道你怎么考虑 也了解了你的 这个战队的一个 这个基调和一个节奏打法 先来看一下唐老师这一波 进了A 只要下完包 这个A的地方 藏的位置其实是挺多的 你要让直追击慢慢去搜点 他绝对会有一些 测身的贪命令抓到 后年击杀掉了软地 而唐老师拿了一把LW3 直接来到了对方的后点 胆子怎么这么大 直接在高铁站里面 也想当收票员了 最终还是被皮带 直接冲进来 还是要够快呀 依稀文迅赶到 他也只收掉了皮带 自己就立马被捕 第一轮肉食战术上 被狼队给他击 然后那时候我交流通告 然后你记得自己的配方 我来我来 扯头是吧 我来 你不关吗 虽然大包 来了抢那场了 但成都AG 他不会给你抢 他绝对是再次选择B席风芒 是不你玩的 软地能抽一个过路费 抽完就跑 其他人热点防剑 云间先被收掉 还有一个人也在里面 张老师 这里直接是连抽掉了三个人 这杆狙击还是使用了非常不错 并且他是全身而退的 对 但队友掉光了 队友分别是B点内场 一个人看的软地 接着就是中路抢热点防的 两个前点 都掉光了 就说也就导致了 这波来到了二打二的残局 是的 安仔这把捡起了包 看一下跟自己的一个队友配合 这里穷追不舍啊 富年 还是狙击队位到了糖酱 对 这边四号位都断成腹背受敌啊 左右都有人 选择打哪一边呢 还是选择他们拉过来 你再去打 这球稳的还是 等 等 因为刚刚他听到脚步的 他知道附近是两边都在 那他不确定两个人是抱团的 还是怎么说 先下包安仔 现在对于断成来说 我觉得残局 也不需要担心断成的残局 但是要考虑一下 现在的是个时间问题啊 凤年和安仔 两个人一前一后 断成选择从侧面绕 看到了上面先打掉安仔 富年有机会吗 队长单兵断成来也 哇 这就是断大将军啊 他干嘛 他干嘛 他还在打谁吗 他没人了呀 他怎么还不晒猫 太帅了 这波 好想听一下这个结束以后 断成会说什么 嗯 阿估计就搞了一个节目效果 就看一下安仔倒地的 你给我还抢吗 还怎么说 嗯 继续继续 呃可以 可以夹 夹一波 夹一波 中夹地猫 对对对对 来来来 帮你驾 看到eur上军 或是 是 夹一扁又是一样的 但是结果人数 RT 会有一些下等不一样 成途谙淨是 贡献了投资了很多人 继续当聞响了成为 在抢这个内场 呃 实验在他连续续 自己是成为 bat 给我 好 好可惜午 其实洗手 effort还复得平 A去了A去了 你们抢热点房吧 跟第一把行都一样的 第一把怎么玩怎么玩 我去看小军 那还是两个人抢热点房 三个人往A外走 速度其实已经够快了 但是碎完了补枪也非常快速 云街的位置只能先留 因为他已经帮不了一起补枪了 张老师在A外疯狂地用跳剧去抽人 抽到一个皮蛋 但刚刚的碎碗其实并没有掉的 他们知道在点盘附近 是有碎碗摆着的 对 但是此刻其实碎碗 他们已经是在B点下好了包 而后置位还有凤年和安仔帮忙看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 程度A界是很难去做这个回防的 时间突破过来 先打掉一个碎碗 要等 要等 找安仔的位置 安仔是一把G可以直接补 安仔就是残血 对 稳一点 都是两个G 互相加强 我的天哪 这就是双子星 预计双子星 你补一个 我补一个 你打我兄弟 我打他 我感觉还可以走 有点... 有点... 注意点是吧 直接跟你们一抢 注意点 他不跟你们一抢 一般都是说...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感觉就是属于每个人都有斩获 大家都可以彼此信来 关键时刻 看一下 段辰直接先狂收两个 再配合着糖酱 直接三个人到手 变成了一个四打一 哇 这一波干净俐落 很快 一换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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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做到的 能做到的 继续吧 守一了 守一了 你们抢这点防 或者说... 段人架过脸也行 这意思是 你们想想就想不想就不想 感觉段辰和糖酱应该是都会有指挥 当然也是段辰去发出指令嘛 嗯 就是... 两个指挥嘛 就互相看谁 对 指挥 黄老师先... 哦... 这个就一个胳膊的身位 剧掉了吸情 这就看出来他对于这张地图的理解 很高 是的 熟悉度啊 依稀偷偷地来到了这个热点防当中 埋在里面 这个点位其实对于狼队是很难搜的 而且他们已经控制了A点和B点 只要狼队有一些些的风水草动 他们都是可以及时回防 但是对于这个狼队的五号位绝对是个隐患 他可以...他只要胆子大 他可以摸到对方家里 然后给到像唐老师这种 猝不及防的一个侧身枪 你看小地图 封建已经开始顶了 而唐老师根本不知道家里到人了 唐老师你看 还得是唐老师 姜还是老的辣 这也是有所预判 先来看这波进军离 皮蛋收掉了一些 热点防疫 但是被控掉的话 其实B点就有点高破了 对 这意识太好了呀 嗯 包紧向下包 阮帝直接截胡 不让你下 再下 你先过我这关再说 来 来单挑 有种来单挑 阮帝不怕的 单挑皮蛋 没打过 没办法 皮蛋现在大家胜利 我胜过很多次了很高 嗯 皮蛋的这种率先突破 包括他在每次屡次的一个破局 以及个人能力上面 确实是越来越巧了 对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包 哎 耗时间耗时间 耗时间 中逢走位 下包来得及下包来得及 直接下包 但第二个人怎么办 是不给机会的呀 漂亮 可以吧 可以 OK OK 我枪都没开 胸子太漂亮了 怎么说展官 这波夹一波夹一波 夹一吗 夹一夹一对对对对 没有夹一咱们不会 夹一 咱们不会 咱们不会 不夹 不夹不会 这个我觉得他们聊天太有节目了 我真的觉得程东西可以做一个节目 你知道吗 怎么说展观 哇 他们就靠正面实力 一系和云间 又打掉了 重新狼独的经典 太酷了吧 凤年 就有双杀 这个残血 但是凤年好像要发挥了 有点操之过急了 补箱有点脱节了 是的 凤年这里也是极限翻盘 拿到了一个三杀 这局如果是赢凤年立大功啊 凤年 对唐将 又是两个极致的对位 正面前点打出来的贡献 难道都要功亏一亏了吗 唐老师 这个残局 是你能做到 还是凤年能做到 看一下吧 这两个在今天表现得都非常勇猛的男人 是如何在这个残局上对位的 我觉得唐将赢了 因为他剪了包 但他没下包 唐老师他知道他在干什么 你知道吧 你信不信 剪了包下意识就是下包 拿捏了呀 从观战视角来看 你剪了包 但你不下包 你绝对在找我的 那唐老师也知道 在讲啊 都是框啊 在讲 我去电脚了 不讲我去电脚了 这包 而且你可以统计一下 就唐老师包括段成 他们在残局上的胜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在今天的几次比赛当中 全是残血 但是有着烟雾大的掩护 捂不到呀 雲间盒一些也都掉了 从而这波夹到A点 达雷波成都A级 不太擅长了一些战术 后年应该要单吃软地了 软地更没有发现 附近来到近点 而唐老师成为这波 破解重新勞队战术的关键 这局我觉得附老师很难盘活的 因为一打四的局势 在加上对方已经把这个包围下好了 3比5 攻守固换 阿蜜 有没有想到 在我说这场比赛之前 你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和这样的过程吗 我没有想到 我昨天是这样想到 狼队就是狼队的坚固战打勤酒 我觉得勤酒赢 狼队打胜身DYG 我内心其实我认为是 这一场我就在狼队会议 你真是烦奶 3比1 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确实没有想到过 就是以后跟着你反着去是吗 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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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真的不好说 因为现在比分5比3 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嘛 攻守固换 看一看狼队在下半场怎么来去打了 是的 刚才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确实今天成多一季的状态非常好 没想到短时间内成多危机的G 已经变得那么的出色了 对的 所以说是出神入化了 本身是一个从来不打G的选手 唐老师 甚至他以前还是三指 然后现在成为了G0级狙击手 能和凤妍他们过招 甚至还能压制到凤妍安宅 对 而且他不只是在枪位上压制 他有的时候是在战术上的压制 思路上的压制 我觉得这个是他很厉害的 最早上也是玄黄面前压了应该 对 三指 然后转四指 再转五指 就是我觉得唐老师他是一个柔性度很高的人 就是他可以有很多的变化 但是他这个变化做得还非常好 对我们一般形容安宅 石后 其他选手等等等选手 若曦啊什么的 是作为天才少年 但不曾想唐老师他也是个天才少年的 而且他也是个多边形战士啊 感觉唐老师今天 包括整个承诺一季给人的感觉 真的是惊喜二字 对的 先来看一下吧 5比3攻守互换以后的重前狼队 会如何做反击 先找到了一个落灯唐将 但断成补枪也很快 皮蛋和凤年各有斩获 云坚补掉了碎碗 正面凤年发现脸上有人 云坚跑不了了 这把打得很迅速啊 其实 我没带那个角度 我应该是不敢打 我以为他会自己锋锋 但是没想到他还是 这肯定 就是感觉要送给狼队吃了呀 狼队正面是不怕的 再来一次啊 陈凤继真的不怕 就是刚就是硬 再来一次 软定率先收到了凤年 那近距离的依稀余间 各有斩获 漂亮了这三兄弟 哦 怀疑颜色了 他们真的不怕 他们真的可以做到 对 他们不怕 他们还能够做到 这个就是实力 就是慢打 我摸的话 我直接摸爆点了这波 你大胆摸 咱俩是靠右的 咱俩是靠右的 就可能有的 有的战队 他是敢这样做 但是他不一定能赢 但是A技就是他又敢 同时他还能够打赢 他是偶尔给你搞一下 偶尔给你来一下 嗯 你其他也有其他战术了 是的 偷偷摸摸摸摸来到近点 其实我觉得从英老队不知道 脸上有人的 大老师还在加远距离啊 突然一个爆发 西秦 这一波是重庆狼队的一个刷屏 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 那只剩在刚才弱编位的 段辰一个人了 段辰说 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兄弟们 正面的兄弟们都没了呢 离我远去 对 我本来以为是 成都A技的胜利呢 但没想到西秦正面 就接了两个人 段辰要被安仔抽策生了 扛过来再炒掉一下安仔 但自己的血量 不是非常健康 对 两边的博弈 一打三他必须找一个打 打到一个才有机会嘛 是的 但这边安仔也不跟你玩了 直接先撤 随便丢一下 预判一下对方的位置 他能打中 没有 我看包点 那这样的话 你确定啊 你确定我就去轨道了 行啊 他那个 直接起啊 他要不来包点 我拉过去看一眼了 在那拉二楼 那我全一了 狼队 今天 看得出来啊 这也是 完全不想给 成都A技任何的机会 分数咬得非常的紧 看一下这一波近距离 狼队也是率先突破 又是一个二换三 这个分刷的太快了 节奏变得太多了 是的 本来我觉得狼队好像有了 但一瞬间就是 对 瞬间又被反抄 反打 二打一了 他怎么收枪了 谢谢 他当时其实可以追死的 但是也是因为包 对方还没有第一时间下包 所以说自己也不着急 他确实错失了一些机会 看到了 再下包了 他该怎么决定 决策呢 他手上是没有进步的 所以他只能蹲着走 来了 包也不下了 就等他来 两个人拿两补枪 要不抓了 直接抓掉 出啥感觉 身任dyg输可以一致 单推吗 我受不了了 单推吧单推吧 呃 断权我喜剧 我们挂商剧吧 你直接脱后 我们俩点 我们直接往前贴一点 不用贴了 不是因为身任dyg 还没有磨合好 只是因为 对方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是吧 对我们所有人都 低估了ag 这支队伍 可能觉得他是四皇 但没有想到 他甚至要晋级前两皇了 他甚至是要 鼓狼 他要当老大 谁知道他想当老大 他想当冠军 他想战胜世界冠军 来了 上来 束包 把包下了 而且有人在摸 可以有人摸的 你看小地图的四号位 他的位置很自由 他可以先把五号不断了 但是要看一下正面 能不能接触了 云间能五枪成功吗 五枪两个 断城也打掉了不年 正面接触了 側翼也打赢了 哇 正面侧面全面开花 但是安仔还没死 安仔这个大魔王 又被断城给收掉了 二打一 现在只剩皮蛋一个人 很危险 是 皮蛋来到了包点附近 想要假拆一下 骗对方露身位 但最终断城 看到了 他失误了 身法差点失误 让皮蛋给杀掉 是的 但是好在还活着 最终断城斩获皮蛋 拿到了他们的第八分 再打得一 再打得一 再点了呀 感觉距离成都AG的胸口 但是不空上面吗 这把空的空的空的 但是也要小听啊 重新狼队也是 打过很多场比赛的一支队伍了 不要小看他们的羁绊 再看一下 重新狼队会如何决策这一波 目前还是把A给放了 因为重新狼队A点反清 它是有一个套路的 但问题就是 现在神都AG 他不按套路出牌 中路就直接断你了 来了看一下 重新狼队的反清做的怎么样 还是以前那种反清效率吗 正面 过年打掉了糖降之后 最晚 直接过来打掉了正面的一息 还不错 那这就是重新狼队的反清作用 而且在这种席线时刻 他们还能够保持自己的 一个手感和精态 先来看一下 云坚和段辰的这波操作 分别各有斩获 二打三 二打二 二打二 现在 胜利就在眼前 神都AG打掉了事情 二打一 就剩皮带一个人了 是否是重新狼队的希望 还是神都AG能够徒狼成功 拿到胜利 丁柴 假柴 真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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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恭喜成都AG 三比二战胜了 今天的重新狼队 取得了胜利 没有想到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今天的结局 会是成都AG拿到胜利 是 最终力波打开的一个思路 很清晰 但没想到对方最强单兵 端程 亲自来操作这个三区 打掉了比赛 同时也是再次恭喜成都AG 他们能打赢这场 非常的不容易 从千里路 自由到来风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 对于成都AG 包括现在给到的云坚 他帅的笑容也能够体现出来 除了在这个赛季 在第一周的比赛 在他们对战重庆狼队的这场比赛 也能够让我们看到 可能他们这个赛季的一些希望 和将到来的目标了 是的 这一波风暴 我觉得来得有点太突然了 这个队伍 它其实也不能算是黑马的突然 因为他们从上赛季 和这赛季本身 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队伍 对吧 这个改变 我觉得确实是让重庆狼队 有点想象不到 可能在后期还有一些改进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还是起起伏伏的 比如说有重庆狼队 发挥非常好的 像热点模式 控制模式 能够完成自己 比较支霸的一个位置 但是在今天的三场 经典爆破当中 也能够让我们看到 成都AG 他们每个人的进步 包括有一些 我们很熟悉的人员上 在位置上的这种快速的转换 依旧能够做得这么的完美 这么的经验 最主要现在 你像残局二打二 包括是新人云剑和依稀 他们也是能接得住 老师的前点 甚至说后点的 他们是有一战之力的 更别说 敬眼老道的转程 去打这个残局了 我觉得从各个方面 去一对一 去对比的话 现在的成都AG 在包括模式当中 和狼队是没有任何差距的 甚至还有领先了 你看唐将 他完全不比安仔差了 现在的发挥 阮地又和赴年 互相对位 五五堪 互相互杀 都没问题 前面也不怕 对吧 在包括模式中 现在就是 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狼队 但是在控制和热点 对 控制和热点 我觉得成都AG 还是最大的一个残壳 他们不能太偏壳 好的 那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把的一个团队数据情况 最终是以9比6 成都AG还是战胜了重庆狼队 拿到了自己一个非常快乐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胜利了 是的 从总击杀来说的话 你看比分上差了4分 但是只提升了 只差了一个击杀 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要从我们各个角度的热控 爆破的一个实面实力上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对个人实力还是另的 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战术的完善 和针对去解决爆破模式的重庆狼队 这点其实我觉得 各个战队都可以去学习一下他们的战术 要他们的一个对内氛围 是非常不错的 KD方面的话 1.0对阵到1.0 就是相同 总助攻就差了一个 对陈都AG来说真的 这个风暴来得不小 所有战队都有点被敲响了警钟的意思 所以说我现在更好奇 之后的陈都AG对阵到琴九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我觉得未必陈都AG会赢 因为可能会有风格相克的一个情况 琴九当时输给重庆狼队 是真的有点接不住重庆狼队的个人实力 但是呢 从战术层面上 他又是压制重庆狼队的 那对于陈都AG这支队伍 他个人实力可能相对于重庆狼队 先软那么一点点 那琴九会不会能接得住呢 对吧 就可能这三个队伍也是一个循环权 AG有点克制到狼队 狼队克制琴九 琴九又是克制AG 这是我的预测啊 那就比较期待后面的一个比赛了 好吧 那这场还是要再次恭喜陈都AG3比2 战胜了重庆狼队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但是在后期的热点啊 控制模式的图时当中 还是有一代加强 如果能加强了 他绝对是未来可期 能进入到我们以后 就说的远了 就年底的市井赛的一个名额当中 真的会有他了 要知道 不管秋腰下腰 还是新井战 遇到一些国外的队伍啊 他们擅长的是什么 热控嘛 那按照现在陈都AG的热控 还是会吃亏的 还是打不过的 包括虽说都是能赢啊 但是我们还先来看一下 两边的个人数据 从陈都AG这边来看的话 软地4-13-3 杀4个也能赢 啊没事 但是他今天整场比5的作用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很强力 然后MVP应该是给到了 断层啊 17-9-3 1.9的KD 1.64的Rating 战斗频率非常的高 而重庆狼队这边的话 呃最晚 其实他从这局的对标 是软地了 这击杀都不是很高 但是凤年 他是杀得非常舒服的 21-9-0 2.3的KD 1.93的战斗 每分都算输了 他从这局的对位击杀 还是没有逊色于对方的 击杀数是非常亮眼的 然后就是像西琴啊 和皮弹都是中规中矩 都是达到了十杀十一杀的一个战绩 这挺值也是接近于1 在1的上下 安仔这两把真的是有点被成都A1给克制到了 有没有发现 就他的高光其实在热控模式以外就越来越少了 之前在爆破模式中拿G也好拿短向也好 是断层 17个击杀 130.79的场均伤害 像我们之前看到很高额的击杀的选手 他的场均伤害 其实有的时候只有9.9 99 99啊不是9.9 或者说100上下 130.79是非常高的了 场均等于每一局都打一个半 单回合最高击杀也是拿到了一个三连杀 也是本赛季的第5次VP 难道他要成为成都A季对内中的一代VP次数王 我记得应该还是算 目前来说还是糖价会多一些吧 反正跟断层差不多了 那这一场的战斗平分也是来到了1.64 非常高额 再来看一下本场战斗平分的Top10 前十选手第一名是断层 第二名是凤年 第三名皮带 第四名是云坚和 第五名是安仔 从前五名来看的话 还是狼队的选手会更多一些啊 但是断层的这个五场的rating值 可以说这五场他c的更夸张一些 他可能比糖价还要c一些 从rating之内看得出来了 其次就是第六名的西琴 第七名的糖价 第八名的碎碗 第九名的西琴 和第十名的阮帝 这其实让我有点想不到啊 我觉得阮帝和糖价是挺强力的 也是我们赛前说的很多的选手 你没想到rating值倒是不高啊 再来看一下本场战队的助威 这边助威的 因为狼队也是拿过赛赛冠军的 所以粉丝量会比较大一些 37.48万 最正到这个是5.19 5.19 从战略助威层面上是碾压了成多AT 话不多说 让我们看一下甜王的采访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赛友采访 我是喵喵 首先让我们恭喜成都A季啊 今天非常漂亮的赢下了比赛 那我们今天赛后采访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断辰 哈喽断辰 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成都A季的断辰 嗯 那今天呢 以3比2战胜了重庆狼队 首先想请你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嗯 还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能赢到世界冠军 嗯 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也是让我们觉得说很惊喜啊 一件事情 那也想问一问 因为今天在这个比赛之前的时候 你们肯定会有一定的预测嘛 然后包括在之前的采访的时候 也有问到你们说 对战重庆狼队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分 当时你们说就拿一分就好了 那今天居然可以直接打到了决胜局 甚至是打赢了比赛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能够制胜的关键点在哪里了 嗯 因为我们有唐将长官 他的指挥很好 哦 这里也是夸了一波唐老师啊 这个也挺想问一下 因为你们在这种赛中语音的时候 经常会说到好的长官 或者说长官带你们怎么怎么样 这个唐老师这个长官的狗是来源于什么 嗯 可能是因为看到一个短视频的视频吧 觉得好玩 后面就感觉挺好玩的就用了 嗯 很适合啊 当然我觉得在你们的这个整个节目效果也是拉满了 觉得队内的氛围非常的好 那既然提到了唐老师不得不要提一下 其实你们因为彼此都非常熟悉的嘛 那么唐老师的一个位置转换 包括整个队伍的一个队内的调整 你们是能够如何做到这么的丝滑呢 就转变很好 嗯 就比如从前点然后到狙击啊这样的位置 嗯 可能多练吧 然后多讲解 然后这方面的经验 每个位置不同的打法跟运用 这一块 嗯是的 也能够让我们看得出来你们在今天无论是残局处理 还是个人能力 以及战术上的指挥都有很大的进步啊 那也想问一下在今天的一个BP环节 因为在往常我们习惯在热点站会搬残破街区这张图 但今天我们反而对战狼队的时候却呃 呃 往常是喜欢搬雪山 但今天对战重庆狼队我们反而是换了搬残破街区 放出来了重庆狼队非常擅长的雪山 这是为什么 嗯 因为我们跟狼队打训练赛的时候 那帮残破被暴揍了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搬掉了 然后雪山的话拼撞他一点 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 啊 所以说也是因为在之前跟狼队的训练赛的一个情况 所以选择还是搬掉了残破啊 放出了雪山 嗯 那么也想问一下就是今天对于断城你自己来讲 有很多次的残局处理都非常的优秀 你自己能不能简单分享一下你在残局方面的一些经验呢 呃 残局方面经验呃 呃多多打打国服排位吧 那些板子跟很猛的 还是要多打一打 然后训练出来锻炼出来自己的一些比赛的经验是不是 好的那接下来到我们的这个温英文的环节 首先是来自我们巴吴迪卡兹二的这个观众提问想问一下 现在国府处于顶尖水平的T0级别的枪是什么 呃 Table19 然后还有短剑 因为他们的色素都平均比较快TDK比较短 所以说比较好一点 然后19的话它有一个色素 所以说有时候有不稳定的因素在 个人的话还是556好一点加枪稳 嗯还是更推荐556 也是断城清测好用的啊 那接下来是来自我们一支直指压的观众提问 想问一问断城如何能够快速提升自身实力 嗯 玩一段时间再歇一段时间 然后剩下的时间你会有一个不同的游戏理解 还是说要有复盘有思考 不能说埋头一直在去训练或者说打比赛是不是 对要适当的休息 嗯适当的给自己一些放松和缓冲的余地啊 那最后一个问题吧 因为啊我们今天也是刚才你说的 战胜了世界冠军 独狼成功 那对于这个赛季 我们成都一季的目标是什么呢 嗯 能进世界赛就可以了 能进世界赛 好的我们也期待啊 成都一季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 越战越勇 谢谢段成接受我们的采访 让我们稍息休息 精彩的比赛马上回来 拜拜